好了我们先还是和大家试一下生平啊 因为今天有课 我本来有一个外出的活动 修复完了是啥 我真给大家问了 昨天我关机的时候吧 看到大家问我问题了 但是我的手就快 就是我要回答的时候 我已经下拉了 所以就没回答上 所以今天课后有什么问题 我先手不动啊 看到了但是已经被下滑了 修复完了是啥 我还真不知道 我还真问了 我问了口内的郭老师 郭郭老师我以为是口内呢 我说课表下面的都没有 我想着给你们问问杨老师口语的 这刚才又没问出来哈 管他上啥呢 早晚都要上 好了给正常的话我们可以上课啊 这是我们修复 大家不管是第一次听 还是听到最后 我们在复习重听的时候 我们这都是我们修复的最后一次课程 就是你们写的是第13次 叫牙体缺损的第三次课程 这次课程当中我们涉及到内容 其实有两个很重要的内容 第一个内容呢 我们在这堂课当中会讲一个 修复的方式是装和冠的方式 说为什么装和冠在主制的考试当中 会有这么大的倾向性 其实我们在最开始的就跟大家提过 说如果现在连装和冠都做不了的话 那等于牙体缺损 这个修复的方式就终结了 所以一会我们会讲装和冠 第二个我今天跟我们一位 一位老师 然后就一位一位学生和老师聊起来 这个关于数值被记的问题 可能我接到的好多信息 还是大家对于数字来说 记性的东西不愿意被 这也怪我们是吧 怪静姐老师是吧 就把有些道理讲的太透色了 大家都愿意向听故事一项了解一些东西 觉得那才是真正的一些东西 实际上来说 记忆是知识一个最基础的逻辑 所以我可能今天在讲第二个篇章的时候 就铸造金属权罐和考试农负金属权罐的时候 我确实会涉及到数值 所以我希望大家把这数值就是一个纯的记忆 没有其他的概念 好第三个部分我们会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牙体缺损后出现的一些 问题和处理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章节 我们从历年的给你们模拟试题到最后考试题 我们都会发现就这么叮嘱还是不行是吧 我那天在群里面看到你们 我不知道是谁啊 也没有任何点名的意思 看到一位同学问了一句话说 骨秃骨尖的问题是吧 然后我今天还在一个群里还看到了一个其他的问题 我默默的我咽下了一口气啊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听课的时候 把我们认为很基础的东西一定要看好 所以这是三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装和罐 第二部分铸造和考词的数值 第三部分叫牙体缺损后出现的问题和处理 好我们先开始上半堂的课程啊 好了啊 我们先说铸造金属拳罐的设计 其实在铸造金属拳罐当中呢 我们第一个他说在设计当中要注意的几个事项 我们把这个几个事项提炼到考点当中 我们来说一说 首先第一个我们争取的是金合金的修复 因为本身这个材质它的延伸性延展性都很好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它和对合来说 给对合的摩擦力是比较小的 所以不能够导致听考课 不能导致对合牙的过度的模后 所以考试进化是考过的说 在以下的材料当中 我们铸造全罐可以选哪种优质的材料 说老师那么多优质的材料呢 人家现在就是金合金 好听第二个问题啊 第二个问题呢 是它的位置 它的位置当中我们前面已经表述过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银下边缘 呃 银上边缘 说老师为什么没有平齐银元的 平齐银元呢 它既达不到美观的效果 它又挨着银元 又是一个主要的修复体和牙体的接触区 所以平齐银元在临床上根本就不用 因此考试也不考你 而考试的第一个问题是 在亚洲保健 听好这句话 在亚洲保健的基础上 就是对亚洲好 对牙银好 我们首选的一定是银上 所以当看到这的时候 你会发现好多知识都是一些累积性下来的 说这条题在说什么呀 就是银边缘的位置首选的就是银上 说那老师呢 后面为什么说老年人 在老年人当中我们有特殊的 特殊什么呢 老年人有一个叫做罐根比例的个失调 就是他的牙草骨萎缩之后 骨头都没有了 肉都没有了 说老师肉说的多难听啊 那咱不说肉 咱们说牙银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会发现临床的罐要大了 那罐长之后 为了让我们正常的全罐能有一个很好的排液 也能够少背点牙 两个增加非常重要 听好在说什么 第一个 老年人先选银上边缘 第二个 两个增加 听好 增加走面的突度和增加临界的面 有一个人说 大老师 这个突写错了 应该这个突 我这突没错 就是这个概念的突 不是突起那个突 这个突是自身应该带的一个解剖的问题 好了 听第二个问题 银下边缘 不要求大家在这背 为什么 我们都已经很熟了 说正常按照亚洲健康 银上好 对吗 那么什么时候做银下呢 我们这样说的啊 你回忆就好 取病 本来取病已经坏到牙颈部了 做银下 说这个患者牙本质过敏 那我就给他包上吧 那还能做到银上吗 或者歇缺 这些方面 这些方面他已经到银下我们就做 还有一个就是患者要求什么 高雄美观 再有一个就是增加什么 增加固位力 说什么时候需要增加固位力呢 就是他的合力比较大的时候 还有核因高度不够 我们一直在讲 环 抱 顾位 是最基本的 核因高度不够 抵抗 测向力能力很小 说老师呢 轴臂缺损大 什么意思 轴臂缺损大 就是你需要更好的固位力呀 要想有更好的固位力 就要靠摩擦力呀 面积越大 摩擦力越大 所以你缺损大的时候 你就做的银下边缘 那么因此 现在我们看到这的时候 我问大家 基本上来说就是两道题 第一道题 人家说 铸造金属权贯 应该选哪种优质的 你选金和金 第二个问题 就是老年人 能告诉你是个老年人 贯根比例失调 人家问你怎么处理 你就这句话是对的 叫增加走面突度 和增加临间面积 好 我们再往下说啊 接下来呢 减少合力 哎呀 他真是老生常谈又常谈 是吗 我们说首先 减少合面的什么 面积 我们在前面固定一尺桥题的时候 我们一直跟大家说一句话 我今天语速有点快了 我开始降语速啊 一直在桥题的时候 我们说一句话 你可以减少接触的面积 但是你不能减少接触 就是你修复的目的 就是为了接触吗 没有接触哪来的功能 没有功能 你为什么要恢复 是吧 但是我可以减少什么镜 解压舍镜 第二个问题 要增加排一钩 大家要注意 在增加排一钩选项的时候 他不叫增加排一钩 他说的是什么呀 他说增加我们什么什么的深度 那不是一样吗 这个深度就是排一钩 再有一个就是降低牙尖的斜度 降低牙尖的斜度 可不是高度 你看啊 牙尖是两个斜面组成 降低斜度指的什么意思呢 哎 牙尖还是这么高 但是相对来说斜度变小 侧相力就变小 那我们现在问大家 你还想起来哪些减少合力的方法 这老师呢 还有一个呀 后大什么侧 舌侧的外展细 所以到这儿你会发现 呀 还是那些东西 它只是反复的来循环 所以修复嘛 修复 假牙其实就是个一尺 就是个厌品 是吧 整体的修复的原则方向是一致的 另外呢 就是固位不足的时候 你加一些钉钩的预备 这个其实重点仍然在四分之三罐 关于铃舟钩和和面钩的预备 好了 这页我们就翻过去了 就当你看到这儿的时候 你听到这儿的时候 也就是这么个概念 然后在西题当中去找 来 抬头 截 截图 截图 这就是第一个数值 纵造金属全罐的预备 大家说 它是几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就是和面的预备 和面的预备呢 它给了两个数值 就是第一个人为标准数值 是预备数0.8到1.5 但是在很多选项当中 它就没有这个 它就给你个多少 给你个一 说老师那怎么选 那就有什么选什么 说老师两个都没有 哎呀 两个都没有 你就考虑嘛 考虑更接近那个 这个东西我们就不好说答案什么 因为你任何的答案都要有什么 都要有出处 是吧 你是以北一的 是以人为的 是以七版的 是以八版的 是以指导佣书 是以哪一年的指导佣书 指导佣书也得是以人为大纲 和人为的书为标准 好再听第二个问题啊 这数值 第二问题 最大周径降到全罐的边缘 最大周径降到全罐的边缘 这句话我还是要叮嘱一下 挺好啊 说怎么这么别扭 那我忘书上了 挺好啊 什么叫最大周径降到全罐的边缘 嗯 我们说这是一个牙罐 那如果说这是个牙罐 那我这上面是个什么体 这个修复体 修复体这是修复体的边缘 那一个全罐来说啊 你修复体的边缘应该什么 应该是他这个修复体最周径最宽的 如果这个位置 相对来说窄 那你上面就要宽一点的部位 就带不进去 哎呀 我觉得我解释的好俗气是吧 你们都懂这个意思啊 我不要说他 我要说的什么概念啊 现在我说的是做造金属全罐 说做造金属全罐当中 说这句话意思是 他把它放到嵌体里面了 我就不知道怎么教你们好了 有的时候想把你们当成一个大孩子来训练 哎呀 有的时候还觉得小幼儿园慢慢来啊 这句话什么概念啊 就是嵌体的时候要求轴臂是平行的 是吧 他会这样说 他说嵌体在牙体预备的时候 要把最大周定降到全罐的边缘 那叫驴唇不对麻水 那根本就不是一个东西 所以大家注意这个选项是常规会出的啊 另外咱们看鳞面 你听好啊 其实夹面和蛇面都要去除什么 去除导 这句话是理解的哈 都要去除导 预备出他应该有的一个金属的厚度出来 但是重点是什么呢 鳞面他要求有个聚合的角度 我们在前面说过 实际现在书上都改成六度了 就是二到五度和六度其实是一个概念 因为六度指的是小于六度 嗯 他都是在这个范围之内 避免形成台阶 要不然你会出现代入也不好 塑造也会有问题 这个肩台来说 主要记的就是这两个数字 是吧 我们有的时候在职业的时候会给大家讲 说总是记不住怎么办呢 就跪的少用一点 正是会发现两个数字都记住了 但是大家老说我不知道就考试住就不知道谁是谁的 填不上了 贵的嘛 就少用一点 所以数字大家需要现在就整理和记忆 方老师这个肩台这个东西讲过 你在念叨念叨 我好像差一点 我不能给你念叨 我现在看这个 你看这个文字我来给你表述 你听啊 现在是不是金属的 是不是金属的 金属跟瓷笔 相对来说金属的强度要好一点 他本身自身比较强大 我需要的肩台就没有那么强大 那么因此有三个 一个叫刃 一个叫斜 一个叫凹 刃叫刃装又叫语装 斜叫斜面 然后一个凹槽 说大家老师呢 你这里面没有说刃装 为什么 其实这里面我斜面不说也没有毛病 因为为什么没说刃装 就是你记住编书者 他是非常严谨的 大家考完这个试如果是专业考修复 或者你临床确实想研究研究修复 你都不用看大本的千八百块钱的书 你拿起本科教材好好研究研究 每一句话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他编写是非常完善 是左扣右扣扣到每个符号和每个主次的 那么认状 他是有特殊性的 比如说 我背牙 那个位置我就背不到 就很难背到 那这个时候我就干脆我就做不出来 我就认状了 所以认状有个情况就是不容易背到的位置 第二个呢就是什么 倾斜的牙 这个牙本来就倾斜 你这非要背出来 你磨的牙体组织要多呀 我非要背个直角 那你还不如就做一个认状的肩台 说那老师认状肩台和我直角肩台 如果来比 那我直角可能可能怎么样 或者凹槽我会有什么样的好处 那个是从临床的角度回归考虑 对于我们来说就知道倾斜的肌牙 就知道难以预备的肌牙 还有一个大家常考的叫什么 年轻横扬 他穿嘴 干脆我就走这么一点 那因此这里面肩台 大家就怀疑说 老师为啥不说认状 就是认状是有特殊的一个选项的 这种这种这种 采用认状 所以他没说 是因为他考试的方向也不在这 那斜面呢 说老师啥时候用斜面 啥时候也不用斜面 都用个凹槽嘛 就是能去除什么 无牙本质支持的 无机幼的时候 是吧 是斜面的一个优点 他就没有提什么样的牙的情统 好了 这页我们就翻过去了 结果图了 我翻下一个 接下来 全冠就极了 接下来我们说考试融赋金属全冠的设计 我们在研究生群里面看过一个徐管的老师 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有老师回答之后 我看了一眼 研究生课程当中 一个学生说老师 我不太明白 为什么用全磁覆盖 我当时我说是怎么解释这个东西 你看啊 首先我们下面是金属 上面是磁 那么其实 我们金属的效果是很好的 金属唯一的问题就不美嘛 是这个概念哈 说那我要想漏的话 那我是首先 我纯测是一定要带磁的 那这样的话 舌测 因为他简陋不出来 我就会考虑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我这儿没有 那我就叫部分磁覆盖 因为他只覆盖了纯测 说那我这次也覆盖磁了 那这叫什么 这叫全磁 那么我们知道了 全磁是纯测也有 舌测也有 除了金属 还有这部分磁 那么金属有金属的厚度 磁有磁应该预备的厚度 所以这个东西没有不理解性呢 这是什么时候用全磁 就是氧和关系正常 氧和关系正常 它的意思是代表 在这种氧和关系的情况下 我能预备出我所需要的磁和金属 共同的厚度 我才能做一个全磁的覆盖 那么第二个问题什么呢 就是在舌测这个位置 我虽然现在用磁覆盖上了 但是磁的密合性不好 收缩性又比较大 那干脆在舌测 我做的是金属 所以他才说 磁的收缩性大 为了保证 颈圆的密合 你的舌测 就这个位置用的是金属 其他的位置用的是磁的覆盖 所以他提的问题说 为什么这个实磅 我们继续看部分磁 部分磁就不用我讲了 一通百通 说老师 纯测有 那舌测为啥就不盖上呢 因为他背不出来那么多的厚度 或者背出那么多厚度 可能会出现问题 比如说 老河紧 是吗 合力大 覆盖小 或者干脆就是固定一尺的固定固定条 当然得靠后面 换着同意的情况下 我们又不分辞 说老师那下一句话是不是要讲讲 下一句话更没有可讲性 你看啊 假如说这是舌子 上牙 这是下牙 理解哈 你看 这是金属 这是磁 你说你能咬在金磁结合处吗 不能吧 你应该避开咬合结处区 是吧 就跟啥呢 比如说这是两块板 是吗 两块板 这是个讲台 是吧 你站哪啊 你站哪 你可以站这次 你可以站这次 我天 你非要在中间 你还嫌得撬 所以金磁结合处 避开咬合结处区 在这句话里面 当然老师要提醒大家一句话 就是所有的预备题都要达到一个位置 我们叫字节区 字节区 理解哈 你不能到质流区 那是不对的 另外一点 你看他说采用九十度和深凹槽共词附着 这不还是简台吗 你看他现在共谁附着 共词附着吗 共词附着的时候 你说词有两个 一个叫什么凹槽 深凹槽 一个叫什么 一个叫直角 说老师人家不是人家说的九十 我在讲尖台的时候 我是不是这样说的 我说尖台就是多少度 九十度 就他说尖台这两个字就代表九十度 九十度是什么角 九十度就是直角 所以有时候我们临床说来背个尖台 这个尖台就是大名井鼎的词尖台 是吧 好了啊 这页我们就过去了 哎呀 我翻到下一页 再下一页就要截图啊 这页听听就好 我们来说一下金属基底罐的设计 其实说到金属基底罐 就包括整个考词 容赋金属的预备和装合罐 以及刚才的全罐预备 那都是在临床来说 啥也不算 就他简单到已经极致的情况了 所以金属基底全罐设计 就下面是金属怎么回事 我来说这是牙啊 咱们外面套一层金属 挺好啊 首先金属上面是瓷对吗 那我们想一想 如果现在我的金属都变形了 不管是塑造的过程当中 还是使用的过程当中 我金属变形了 你瓷是融附到我上面的 那你告诉我 是不是就会导致瓷的碎裂 是吗 所以为什么总考你一些厚度 有很多的固位和稳定抗力的原因 所以我们先了解的第一句话就是 金属基底罐的设计是 帮助考词罐承受咬合压力的 就是你别自己底儿 别变形 防止瓷程的崩裂和断裂 那么基底罐唯一需要大家记得 就这么一句话 基底的厚度大概是0.3到0.5 但是在基底厚度当中 我们要注意一点 就是看这个图啊 看这个图 如果里面是黑色的是金属 外面的是瓷 这个就是不对的 因为其实你要保证的 不是内侧金属的一个厚度 你要保证的是哪个层 外面的瓷层的厚度是一致 瓷层后不都不一致 会出现硬力集中的情况 进而导致内压力最后产生瓷崩裂 所以我们需要知道第二个问题就是 尽量保证瓷层的厚度均匀 那么这个在材料学当中 老师这方面会特别的强调 所以材料确实在家要掌握 虽然可能后面有些人说分不多是吧 修复分也不多 就是每一分他都是要的 学习他不仅仅是一个那么急功近利的事情 我觉得是医学来说特别口销 不吃亏 剩下的就肘面角 留线形 没有什么必要 来看这个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考词荣妇 居属全观景园的设计 其实这个金词混合的 我们现在根本都没有 或者书上现在也把它删掉了 因为什么 就是你想啊 你还想美 还想有金属的支持 哎呀你牙哪有那么大根一味啊 景丸也不好一倍 尖台也不好一倍 所以我们考试当中 唯一的就是这两个 你们书上是这样的啊 今年的主持书是 上面有文字 下面有图片 又有表格 你们看的表格跟文字是一样的 看哪个都行啊 我们开始了 首先我们说的词 你想啊 你要想用词 在牙颈部形成紧环 你是不是下面还是有金属 是吗 那么我问大家 你最基本的一个要求就是什么 就是你要暴露出来美的那一面 那么因此什么时候 比如说前牙 或者前某牙 你本身银沟就比较浅 那你就不能做金属的 影响美观 所以人家问你词紧环 剩余什么 就是银沟比较浅 需要暴露的 那么词这个优点和缺点 就所谓它的特点 那大家都瞄懂吗 美观好 但是词收缩性大 强度差 而且操作起来负载 说那什么时候用金属紧环呢 就看不到的地方吗 后牙和前牙的舍策 啥特点 那金属的特点 强度好 密合好 服役变形 说那缺点呢 缺点就是不美观嘛 这个东西都不需要戏 所以到这为止 你看我们 真的没有什么特别 或者特殊的一些内容 我今天翻看了一下 我那本书好古老 想拍了这 没到200 2004年的一本 人为的习题 我看了一下前面的几道题 前面的第一道题就问你说 以下哪些不是牙裂缺损的原因 然后那个选项选的就是什么 基型中央 牙体缺损的原因 那道题选的就是基型中央间 你说就算 这多少年过去了 是吧 将近20年过去了 又如何呢 不还是这样一些题目 呀 到这我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好了 来吧 你先把这个图截一下啊 好了 截一下图啊 开头 嗯 我们说一下啊 先说一下这两个 然后我给大家解释 解释上面那个 别说跟书上一不一致啊 这个是最新的版本 第一个贴端和河面的预备 是1.5到2 这个很好备啊 肩台这个问题咱们说一下吧 因为刚说过 如果是词的肩台 那你就做直角上凹槽 那就是一个好名啊 如果是金属的肩台 那你就做凹槽 说老师你看你这写凹槽 你刚才又写个写面 我说我写啥都没毛病 我就写一个韧状 我甚至语状 看这两个字 语就是韧 对不对 韧状就是语嘛 我都行了 所以宽度是0.5 到这为止 你看这些PP有啥呀 这俩都不需要背了 那咱们商量商量 你这俩可得背呀 你说你数字不想背 理解大家不想理解 完了晚上还困 完了白天不想起 完了还上班 结果都是理由了 所以你看啊 他是这样出 他首先按材料 是这三个 按材料 是这三个啊 如果按整个的 你需要背的 如果他按照纯舌策来说 纯策是这些 舌策是这些 但是我告诉你 考试还不这么考 他 如果混在一起 他问你纯舌策 应该背多少 应该背这些 这些数字一定要背 一定要背 你背下来才可能做题 说老师那跟蒙泳茶去 也不 你做了一些题 你会发现 你背的每一个数字 是都能得分的 好了 解一下图 好 我们开始讲 庄和观 好好听啊 前面内容 不多是吧 不多 要背的东西比较多 抬头我说 庄和观了 庄和观对于各位来说 书上内容有一点点 偏 怎么说 不说简单 它应该是 偏不是特别系统 现在我用 庄和观的一个 重新的 考试的 逻辑的思维模式 把庄文给大家讲一讲 因为这里面 我会遇到几个 相对来说 可能需要大家探讨 和比较棘手的问题 挺好客啊 我们开始说 庄和观 半个小时都不行 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 我们在说 适应证的时候就说 说当你的涯体组织 根本就没有办法 你的观啊 根本就没有办法 为我提供有效的 顾位和抗力的时候 那我就做不了全观 那这个时候 你说我找谁去 我肯定去找根嘛 在找根的时候 我们里面做个庄 然后庄上做个盒 外面做一个观 当然有的时候 你的庄和盒是一体的 像铸造的 就是一体的 那么现在可能 有些人说 老师呢 庄和观 它的顾位能好吗 我觉得观还可以 你现在都到庄和观 这个状态了 我先跟大家说 一个庄和观的 顾位好着嘞 它的顾位没有问题 就像我们在讲 固定一尺 大家还记不记得 固定一尺当中 老师跟你说 除了全观 部分观 庄和观 也可以作为 固定一尺的顾位体 所以它的顾位 是可以的 那么你告诉我 庄和观 这个庄的第一个作用 就是顾位的作用 它靠两种顾位 第一个叫摩擦力 第二个叫粘接力 那么最主要的 就是顾位 好了 听过逻辑的第二个层次 庄除了顾位之外 我们在讲 固定一尺书都说过 说外面这个罐 可以把力量给牙 这个牙呢 又给牙周 那么当我们在 牙根里面放过庄 这个庄在产生 摩擦力和粘接力 进行顾位的同时 它能够把外力 传导给牙根 所以它还有一个作用 叫传导外力的作用 那这样的话 当我们一会儿讲 按照材料 我们把庄和分类的时候 为什么总是考 这个简单的问题 就是因为它能传递力 那你在临床上 有一个思维的概念 就是我到底说 是让跟着 还是让庄折 那一定是想方设法 让庄折 庄折了大不了 我还能凶吗 所以材料学当中 关于庄的分类 我们常规性的考 好了 我们说完了第一个点 我先问 庄和罐都有两个作用 是吗 所以在不定向选择当中 你可以选它的顾位 来 还有一个什么 传递应力 老师不懂传递应力 传递力懂吗 传递力 好了 第二个问题 我们来说 庄和罐的一个类型 可能你们书上比我这能少一个 没关系 咱们补一下 开始了啊 可以 可以 我在群里面 好了 我们来说 今天刚来跟老赵说了话 他今天有直播 他上口内呢 开始啊 庄和罐 咱们先看第一个 很简单 是按材料分的 这叫显微金属和瓷 那书上写的陶瓷是一个意思啊 那么咱们先说第一句话 说谁不好看 老师那就金属不好看嘛 金属虽然不好看 但是一个问题 就是金属本身比较强大 但是 它的弹性磨量远高于牙本质 那最终我问大家 当它在牙体内受力的时候 它的弹性磨量高于牙 那么咱俩同时扒合 你说谁能把握谁 那一定是金属啊 所以这个时候听好 它除了不美观以外 金属装还有一个缺点什么 就是容易导致牙根的折断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显微装 显微装其实包括石鹰玻璃和碳 我们比较常用的 现在是石鹰和玻璃 这两种显微装 那么对于金属来说 它的美观性就要好 而且最重要的是 它的弹性磨量跟牙本人接近 这样的话 当它受力的时候 一般折断都是显微装本身 这是第二个问题啊 第三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磁装 磁装别的都不用看 你还不知道它美 但是你挺好 它的强度也比较大 所以陶磁装 它也会导致跟着 那么这道题根本没这么考过 它是反向考你 它问你 适合全磁灌修复的用什么 用陶磁装 所以现在来说 我们把这些翻过去 我来问大家 说在临床上 在临床上 相对来说 美观性能比较好 弹性磨量跟牙本质接近的 你说哪个装 显微装对吧 说弹性磨量远大于牙本质 也不美观的 哎呀 它要这么出 它有点傻是吧 就你们大尔老师 向着你们弄金属装是吧 人家说只能用于传词的 适合于全词的 我改一下 不叫只能 是可以全词的 你就选陶磁装 好 这是几种装合的按材料的分类 我们说过的 再来啊 来 接下来再听啊 你听完这儿 我才能告诉你一道题是怎么答 第二个呢 是根据制作的方法分类 一个叫做预成的 一个叫做做到金属的 那么我们说 什么叫预成的呢 就是做上了 那么它的特点就很简单 叫简单方便 但是它本身已经做完了 所以是没有改 办法改变旧味道的 所以我这道题后面都不问你 我现在就问你说 以下哪种装和罐的装 能够改变旧味道 你就拿铸造装就可以 这道题指到这儿就指了 好 咱们再往后走啊 那我现在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们听啊 我问你 听啊 铸造金属装和 嗯 和罗文 把这个写 来 听这道题啊 我从这儿先说 我问你铸造金属装和罗文装 谁的顾位好 嗯 我现在问啊 好好听着点 铸造金属装和罗文装 谁的顾位好 没法答 为啥 你看啊 来 你抬头看这些PPT 刚才来 你再回头看他的标题 看黄色的字 就是裕成装和铸造金属装 是不是按照制作方法分类的 对吗 就是你按照你是裕成的 还是铸造出来的 是吗 个体制作的 来 你再看这个 现在的光滑装和锯齿装 罗文装 它是按什么 是按装的表面结构分类的 你的铸造装也是可以 做成这样的呀 所以这道题不能出 那这样的话 有的学员就问过戴尔老师 说戴尔老师 我知道那道题 肯定选龙文装 但是为什么 金属的 他个人铸造 他怎么就不好 他这两个选项 就不能放到一起去 因为他是按照 不同的方法进行分类的 你不能 你看举个例子 你说 谁对牙的 谁对牙草挤的和利性 杜老师那有两个吗 第一个怎么选呢 对牙草 那材料说 那当然塑料牙嘛 对牙草 觉得说得小 那你要按照解剖牙尖的邪度来说 那一定是非解剖 就无尖牙嘛 那你把他俩 非放在一起 除非你说 以下 你把他俩 综合在一起 都是好的 你不能把他俩 单独列出来 你说塑料牙好 还是非解剖式牙好 所以因为那道题 他基本上给的都是罗文 我们就给大家说明一下 这个概念 来抬头截图 这个呢 是按照 装的表面结构 我们分的类 可能书上没这么说 我是为了把这个东西提炼出来 罗文装 我才说的他 开始了啊 说装有两种 我不按制作方式 我按他表面 一个呢 叫光滑装 光滑装啥意思呢 它是一个被动就位 就放进去那样了 那么 它就不会产生压力 但是有个问题啊 那你这装倒是感情啊 那你进行粘的过程当中 我们刚才说过吧 说装和灌靠两个固位 一个是摩擦力 一个是粘截力啊 那么你在水门钉的时候 你排意就出现困难了 所以有的时候就不能够 完全就位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弊端 那另外呢 罗文装和锯齿装 这两种装 它是一个主动回迁 扭转的固位 这个时候可以消除内力 那么因为它是螺旋 它是锯齿 所以它可以使我们的排意比较好 那么粘截剂排意好的时候 装就能够就位好 固位就好 所以罗文装是从这个方向 在它的消除内应力 在它是主动固位 然后进而产生装固位好的时候 我们才说罗文装的固位力好 所以这两个方向感 大家分清楚 至少我们看见这些 是吧 专家所谓的出的一些题的话 我们能知道 其实它的出题的一个 方向感是有问题的 这里面我们给大家插一句话 这几项图了 我们今年职业议师考试的时候 考了一道题 说原题 说铸造金属全关 透度是多少 铸造金属 什么呀 铸造寄托呢 啊 我在说啥呢 金属寄托的厚度 金属寄托的厚度 金属寄托的厚度多少 0.5吧 然后今年延期考试的地方 福建那边 是吧 那学生说了 是我考了一道题 就我问一道题 我说考啥了 他说当时是金属寄托的厚度0.5 今年我们延期考的是 金属寄托边缘的厚度是多少 我的天哪 我问大家 实际上就是一个知识点 这他体验啥 他体验是两个考书的公平性 啥意思呢 我都在考你金属寄托的厚度是吗 我就往回倒一倒 所以其实他能出什么题 他也是那些概念 好了 接下来是非常重要的点 我们刚才说的是什么呀 又走神了 来 我们刚才说的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装的作用 插项替圈里啊 一个叫固位 一个叫传导应力 第二个说了半天 叫装的分类 对吗 按材料分的 按制作方式分的 按表面结构分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 装的一些长度 装的直径和装的形态 好好听 截图 我们开始了啊 这就是这堂课很重点的一个内容 答案多少 答案是一 说一到二的时候 我特别满意 因为其实北一 他给塑造的 寄托 哎呀 我在说什么呢 金属的寄托的厚度 北一真给的是一到二 哈哈 北一真给的一到二 但是 我们人为给的边缘的厚度是一 答案啊 好了 我们看这个啊 我们现在说装的长度 你听清楚 刚才说了装和冠是靠一个什么力 哎 要靠摩擦力 是吧 要靠摩擦力进行故位的 那么就跟我们合影高度啊 面积是一样的 说你怎么能让过位力大一点 是我要想的一个非常迫切和临床相关的问题 那么我们要考虑就是装越长越好是吗 但是首先有第一个原则挺好啊 我们为了防止炎症的发生 这句话就反向考虑 他说我们保留一定范围的跟踪材料 是为了什么 你要答为了防止炎症的发生 然后这道A3领地继续问你 说那你告诉我保留几毫米 这是人为说的 这是北一说的 人为说啥呢 人为说至少五 就人为的至少五都是原来改过的 是吧 原来人为说是几 还记得职业的那年吗 人家人为说的是四 他改完了以后 他说四到至少五 为什么 因为他看北一说那是五 三到五 那好 我就给你个数字 我的目的没有啥目的 是吧 我就得跟你有点不一样 所以我们说三到五和五 你选哪个 说老师那你再出个至少四呢 哎呀 拿题来看啊 现在没有那种 好了 再听第二个问题啊 这是装的长度 这是第一个保留跟踪材料 两道题出完了 我们来接着往下说 首先看图 先别看文字啊 看A图 A图他有一段文字这样描述 他说装长要大于临床牙罐高度 哎呀 这我们都说了多少回了 举个例子啊 假如说现在牙瘾萎缩了 牙草骨吸收了 那么你装这么长 你还要保留五毫米的跟踪材料 你的罐呢 是这么长 如果以个杠杆作用来算 这个罐所产生的利弊 是否反而大于装啊 那不等于一个反向的作用力吗 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 装长要大于或等于临床惯长 你看好 这两个字叫什么字 叫临床牙罐 说为什么说临床牙罐呢 我们说解剖牙罐 是指被牙幼稚覆盖的 叫解剖牙罐 对吗 在临床上露出来的部分 以警员为标记线的 就叫临床的牙罐 我们并不以解剖来算 以临床来算 所以这临床两个字 注意啊 没有临床咱们不能选 好 听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咱们看啊 这是牙根 这是装 那么根是在牙草骨内的 当 它不有个传递合力的作用吗 当装传递合力到根的时候 我们特别希望 根的外面有非常好的牙草骨 包绕它 那这样的话 根受到外力的时候 也能有非常好的牙草骨的反作用力 对它产生支持的 和保护的作用 那么如果说 你看啊 看好了 这是一个根 这里面是个装 现在牙草骨到这了 哎 你会发现 除了这三到五毫米 或者至少五毫米的跟踪材料 在牙草骨内的一个装 是不是就很小 所以我们对于牙的装的长度 有第二个说法 就是这个文字 一起读啊 叫 骨内装长 就是在牙草骨包绕内的 这部分装的长度 要大于骨内根长的二分之一 就是说你至少要有一半 埋到有牙草骨支持的一个根管里 能听听啊 说老师 我背不下来前面这段文字 那我就问你谁长 谁长 那当然是什么 骨内的装嘛 骨内的根的 然后装是他的什么 一半 说老师还是记不下来 我得组组问的 记个二分之一总能记下来吧 是吧 好了再听啊 接下来你才能看这段文字 你听好 前面两个要求是我们肉眼所能看见的 或者说我们叫可以通过测量的一个比较宽泛的广泛的一个概念 但实际上来说如果抛出这两个来说有条件的 什么叫有条件的 就是你牙草骨也没有这么吸收 你的罐根比也正常 那这个时候我不以这两个作为条件 那这个时候你的装的长度多少 又是一个数字叫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 所以现在你说到底以什么为标准 互相为标准吗 如果你只是以根的长度作为一个标准 那么如果牙草骨吸收呢 你这个标准从何而算呢 如果你只是以牙草骨吸收作为一个标准 那你这个临床的牙冠又怎么算呢 所以这只是独立的知识点的呈现 我们只需要把这些注意记忆 所以你知道三分之二的四分之三 你就是你就可以 好了再来截图 我刚才只说了个长度啊 我接下来说直径 如果三四五都有是吧 你说你的嘴开过功 他万一都有我们今年先群 三四五都有 来截完了啊 我说下一个问题啊 我们来说一下装的直径啊 嗯我们先说第一句话要很重要 一定要理解 叫装的直径对顾位和抗力都有影响 那好你先听我说这个抗力的问题啊 挺好啊 先说抗力的问题 说你看这个 老师这咋了 这蛇了呀 所以其实装的直径当中最常规的第一道题就出来了 如果直径大 接触面积大 是不是自然他的抗力估位就好 那现在考试当中他不抗你第一句话 他就这样反向问你 他说装合冠修复半年之后装折断的主要原因 你只能答他 叫装过细 你别说长度的问题 就装过细是导致折断的一个主要原因 因为正面会说抗力的问题 这第一道题结了啊 就是反过来考说你装合冠折断了 你首先考虑的是这个 好听第二句话啊 第二句话呢 我们可能对大家来说耳熟能详的是三分之一 什么三分之一 你看PPT 这呢 这要装的直径 装粗多少 是吗 粗了面积就大 本身的故意抗力都好 说老师你说这个是什么概念 听好 这两个数字一点都不冲突 首先 你要把它背下来 就是它没有一个单独的数字让你选的时候 它是一个范围的数字 这个范围 说老师那为什么不背到三分之一 为什么叫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你听好啊 它的直径为根径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 是很有讲究的 我们举个最基本的例子 说如果这是装吧 我们是不是 我说这句话啊 我的根只有 听好啊 我这根只有直的这部分我才能利用 是吗 我只有直的这部分根我才能打进去装 但是在打装我处理根管的时候 我根管B至少底厚一个毫米 但是我们虽然说牙外观看起来它像什么 它像一个锥形 但是这个锥形可不是说上下都是非常均匀的锥形 有的这个位置呢 牙本质可能厚度要大一点 有的呢 牙本质可能要薄一点 所以他在说这个直径的时候 他给了一个范围就是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理想的就是三分之一 所以说到这的时候 其实你看装的长度和装的直径 它的提量就已经出来了 所以提量是比较大的啊 好了再来 我来说装的形态 挺好啊 装的形态当中呢 刚才这句话说了 我怕你们记不下来 我写了一下 就是牙体轴臂的厚度必须有一个毫米 说你最终背完了这个牙的 轴臂的厚度都不如一个毫米 那你不就正常来说牙体就没有抗力了 那么第二个咱们一定要记住 这个形态牙根是个三维的 三维的这个东西 它首先出的不是这句话 它出的是什么 你们首先装的形态 都知道一个词叫锥形装 或者叫锥形 我再说一遍啊 我再说一遍 这块的内容简单 但是你得记清楚 我再说一遍 装的形态 你首先要记得叫锥形装 但是对于组织来说 它是不够的 我来说一下两个方向 听清楚啊 我们刚才说了一句话 说正常来说牙根的外形 大部分都是锥形 是吗 从外形来看 装是锥形 那么根是锥形 装是锥形 那说明根跟装的形态是一致 所以密合性是好的 这第一个方向就密合性好 所以我们才说 说以下装的形态 比较好的是哪个 是锥形 好听第二个问题啊 第二问题 我们说牙根是三维的是什么概念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说它不是薄厚 哪个地方都是一致的 那这个时候 你听清楚 我们如果它本身牙体 轴臂比较厚 那这个时候 如果是个锥形装 牙根也是锥形的 会出现一个问题 有的地方会比较薄 直径会比较小 就装的直径会比较小 那这个时候装可能会折断 但是如果你听好这句话 如果这个牙根的轴臂比较好 或者叫激发牙本质比较多 都可以 这个时候 我把这个牙根 你看把牙根 现在来看这牙根什么形 说老师 这牙根是平行的 对 因为这牙根是平行的 所以在平行的根里面 我做的这个装就叫平行装 所以平行装的固位也是好的 原因在于什么 原因在于平行装 它和牙体的接触的面积 和范围要更广一点 说老师呢 为什么考试不给平行装 我给你解释一下 因为你要想背出锥形装 那可能跟牙根的形态一致 我不需要特别的背过多的牙体 但是你要想背成平行装 你这块的牙体组织都要去掉 所以我们说只有你的激发牙本质多 然后能保留足够的轴臂的厚度的时候 你才可能把这个根给我背成平行 我的装才能成平行 所以这页当中我们可能解释的多一点 原因在于可能在第四单元 我们出到这样的题 你要听清楚 它反复归音是归到哪的 它要想背锥形装 为什么选它个位好 因为牙根是锥形的 那么大部分我们只能说 那么这样的话 它跟牙根的外形一致就好 但是我们就知道 整个的根是三维的状态 你是锥形的 但是我不能保证每个地方都是一样的 所以锥形可能跟摩擦力就不好 虽然密合性好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就做平行装 平行装在考试当中 它必须有个附加的条件 就这个牙体 它本身的厚度是够的 我才能把牙根背出平行装 没有矛盾性 就是从哪个方向考虑 好 这页PPT 我出三道题 老师这还有题 听啊 我说第一句话 当人家告诉你 牙体剩的很少 朱老师啥就说牙体剩的很少 人就说缺损大 较大都可以 这句话后面你听好 跟了一句话 跟了什么话呀 这个牙做个根管治疗 而且现在通过IPM检查 跟冲良好 我问你 昨天我就告诉你了 这个时候他要干嘛 他要做装合罐 好 这第一道题结束了 就是装合罐 你实用证想了那么多 人家就告诉你 我根管治疗结束了 我做装合罐 好来 再听第二个问题啊 在做装合罐的过程当中 我们刚才说了 说如果装过戏 是不是会折断 如果一拍片 不是拍片 就是发现了装折断 或者说固位体松动了 或者说他说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你记住 你一定先拍片 而不是拆 我再说一遍 当他说他的修复体出现了问题的时候 装合罐出现问题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 你不能说先给个拆 你要先拍片 老师 这是哪跟哪了 你拆了 你在拍不行吗 那道题就不行 他实际上是非常标准的 为什么 你先拍个片 你告诉他 你拆了之后 是根的问题 还是你装的问题 如果是装的问题 装能顺利取出来 那咱们可以还选择一些 你认可的 或者现代的方式 如果由于任何原因 你的根出现了折断 或者其他的一些问题 你没有办法做的时候 我只能负责给你拆除 修复体抽拔牙 所以那道题的解析 也给的很明白 这样道理能听到呗 再说一遍啊 告诉你缺损了 甭管多大了 然后告诉你 做根管治疗了 他的意思说 来给我做装合罐 第二个题就是 不管装合罐出现什么问题 人家说 问你首先干嘛 A3题 A4题 你首先干嘛 首先被拆 拆了不行 说老师这样不拆 不拆 先拍SPA 排完再说 再跟患者沟通 第三个问题是这样的 更简单 他说 一个残罐 也不行了 我说俗一点啊 就这个意思也不行了 说这个时候 我打这个装罐 我应该 骑银 把剩下那点残罐 用不了残罐 骑银给它切它 肯定是不行的 你剩多少的残罐 装合罐 你得按照全罐 去预备 能听到吗 你剩多少 算多少吗 你有面积 我就有支持外 笑鸭分之间领1.5呢 听懂啊 好了 另外就是避免 根管的道 这道没有什么 特殊性的吸体 好 这是关于治疗的 一个过程 说有没有你听听 就这么几道题 好 来 这个 不卡哈 好嘞 截下图啊 好 我们开始啊 接下来我们来说 叫增强装罐 顾位的方法 就是你截不截图 你这块都比我贵了 我先问你 第一个 是不是要保留 不能切银 其银切 第二个问题就是 啥 铸造能增加密合度 说老师 你才咋要说铸造了呢 他想说啥都没有毛病啊 按照制作方法来说 就是铸造的密合性好吗 按照表面的形态 就是罗文的更好吗 然后你看他不又说了吗 使用顾位立强的罗文经吗 对吧 所以就是不同的方向感 不同老师的侧重点 他们其实没有把这个东西连续性 好了 你们知道这样几个基础的概念就可以 接下来 我来讲装合罐 我看了一下我的PPT 我今天十点下不了课 我尽量 但是很难啊 很难 如果你们有累的话 你们可以九点半休息了 因为可能我九点半完不了啊 好 开始说暂时罐的做 你听好 我后面有题 我现在一直压着自己有些东西 我没有讲 为什么压着自己没有讲 我就想看你好不好听课 你才能做了后面的调题 开始说暂时罐的作用啊 暂时罐的作用啊 其实常规性呢 就两道题 但是我跟你说的可能 关于它的作用会多一点 你先解一下 可能比书上稍微多一点 呃 第一个呢 就是保护牙髓和防止牙齿的折断 因为我们不管哪种修复 我们都是被牙体组织的 那么对于活髓来说呢 它牙本质消化 增大 敏感性增加 是吗 那这个时候可能会出现 激热的情况 所以叫保护牙髓 第二个呢 叫防止牙齿的折断 这个能力解释是吧 那你薄弱的一些部位 你不就是为了薄弱而做的一些修复体吗 啊 所以防止牙齿的折断 好了 再听 所以现在暂时罐 它是临时性修复体 一个比较常见的情况 那么现在患者要求也高 所以对它的外形也是有要求的 所以它的轴面的凸度是一定要有的 有了轴面的凸度 牙周的字节就好 能够维持软硬组织的健康 是吧 嗯 朱老师你为什么要说这么多 因为你们有第四单元呢 是这个就是你要大胆的去选 你别觉得我没听过老师说 我就不敢选 那我现在都让你听过 保护牙髓 防止牙齿折断 而不需要你在考试说 我的天 是防止牙齿折断吗 不能啊 那牙齿折断 那就去除无机用啊 防止高尖陡坡 那不能该有薄壁弱尖 所以我现在跟你说了 就告诉你 让你去学 好了再听 这个恢复功能吧 它有的时候不这样说 它说 叫适当两个字 那适当有什么毛病吗 你还能恢复多少功能呢 是吧 所以恢复一部分 或者适当恢复功能 维持间隙好理解吧 老师那还能两三天就跑了 我天 你说让他一周来 人家可能就没了 您看举个例子 我前段时间 因为我总出差嘛 我就可能南行的飞机 相对来说比较多 我坐南行的次数比较多 我就办了一个 我也不知道是 南行绑定的一个 什么样的信用卡 我也没办法信用卡 人家就邮寄回来了 邮寄回来 我到现在人家给我打电话 我还没去上 人家说你那都过期了 你都办不了了 为啥 我连家我都没回过 我怎么办 那个呀 你告诉他来 他没有来嘛 所以做暂时罐 维持间隙 还有一个诊断作用 我来说一说 你要知道这个扩张性啊 首先其实我们 最终修复的效果 和完成的效果 就是关于功能方面 我们跟患者 要有一个 及时的共通 那么如果我们 做了暂时罐 他现在恢复的 就是我们 一部分的功能 所以患者 对于功能的要求性 在带完暂时罐 他就有一个基础的概念 第二个问题就是 特别前压的一些美学方面的情况 是吗 你做完了之后 他就觉得 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他叫诊断作用 一个是功能的诊断作用 一个是美学 实际上患者大概看到 他做完之后的一些样子 你比如我说老师 那差的远了呢 哎呀 对于患者来说 远观来说 已经可以了 特别是那种 比如说不能正机的 压 扭转的压 四环素牙 做出来很好了 所以我们过去的时候 现在没有了吧 我们过去的时候 都不敢把展示罐 做得很好 为什么 他带完之后 都不来了 特别是说 我先教你多少钱 是吗 他不来的 好 加工费可出去了 好了 我们继续 不能歇 接下来你们应该 是第八个吧 我也没写 叫修复体的 适合磨光和粘接 同样这块内容是 又杂又散 但是难点没有 我们来说 说第一个问题 叫修复体 什么的标志 就位的标志 你现在先听我说 这种修复体 就位的标志 叫临床就位的标志 什么叫临床就位的标志 就是你在跟患者 看到的这个 诊疗的过程当中 能看见的 叫做临床就位标志 那么第一个 叫达到设计的位置 这句话他在考试当中 有好几个变化 其中最基础的变化 就是他说达到 银上的位置 他说达到银下 都不对呀 为什么 因为是我设计到哪 你要达到到哪 我设计到银上边缘 你就应该是银上边缘 所以我们要理解 达到什么位置 设计的位置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边缘密合 是吧 任何的银上银下平齐 都是要密合的 这第一个叫就位的原则 第二个就是咬合 基本合适 说老师那有高点 行吗 行 用高点调一调吗 什么叫就位 就是带上去了 就叫就位 所以咬合不是说 不能调合 叫基本合适 另外一点你要注意的 就是当你在临床上 发现在模型上带的挺好 一当换成口腔里就高了 这个时候你要注意的 不是调合 你要考虑他是不是完全就位 因为没有完全就位 就会出现咬合不合适 所以第一个达到设计的位置 第二个咬合基本合适 第三个呢 就是稳定 没有翘朵 所以修复体的就位的标志 他就可以分嘛 比如说 A B C D 他再给你加一个 说老师加什么呢 读蓝色字体 叫与灌就位 无关的因素 刚才是不是说灌就位的标志 现在大家老师说与灌就位 无关的因素 一个叫临阶 一个叫顾卫力 说这两句话什么意思 挺好啊 举个例子 说 如果现在 灌接过松了 那我问你 灌就名就位 我给你举这个极致的例子 你听啊 灌接现在是松的 有缝的 有间隙的 那现在灌是就位的 你出现灌接关系不好 是你灌接的问题 所以叫灌接与故位无关 能听懂啊 说老师呢 灌接过紧呢 或者说灌接的话不行 他不带不进去吗 带不进去呢 也是灌接的问题啊 跟就位是没有关系的 就是就位的标志 是关于就位的问题 所以灌接跟就位无关 说老师呢 带不进去 不就不能就位吗 我指的是就完位的标志 你不能就位 你需要调 然后我看他就没就位 他符不符合设计的位置 他是不是要和基本正常 他是不是稳定无窍洞 他符合这个 嗯 他就就位了 好了 再听第二个 叫顾位力的大小 顾位力 适当是指什么意思 就是你把它带进去之后 你不是没有任何的力量 给他拿出来的 你也不是要使很大的力气 才能拿下来的 就是你用了一点力气 就能把它拿下来 就说明有适当的顾位力 所以你听好 顾位力与就位没有关系 那是一个独立的顾位的一个问题 好 到这儿可就出现问题了 这个是我们十多年前 就是通过这道考试的原题 然后反向推过来 其实考试当中 必然有一些不严谨的问题 你听好啊 他这道题是这样说的 首先 修复体就位的标志当中 除外的 你是不是选 其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 一个是临阶 一个是顾位力 能听懂啊 就选其中的一个是除外的 剩下的什么咬合都对啊 好了你再听 现在你听好 他现在 A是临阶 B是一定的顾位力 你说他俩谁无关 你别跟我说都无关 不是啊 他是一个A1型的系体 他是最佳答案的系体 我再说一遍 修复体就位的标志 A和B 谁 A叫临阶 说老师 那你说顾位力是独立的 我在哪 他哪本书上顾位力都是独立的 他为什么在这不是了 他非说跟就位有关 那我只能说出敌者 他这个方向是不对的 我们可以给他解释 是因为他出了这个题 大尔老师才给他这么解释 什么意思 如果你达到了就位的标志 你完全就位之后 按照你正常预备的情况 你就应该有一定的顾位力 这个是达到就位之后 所产生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把那个老师揪出来 然后现在就让他跟我们说说你为什么要出道题 是吧 我可以死 但是你一定要让我死的明白 我没有这个东西 可以验证 所以现在这道题还在题库当中 能听懂啊 我翻页了 开刀我问 冠就位的标志是不是达到设计的位置密合 嗯 冠就位的标志是不是要和基本正常 调的和没有什么问题吗 嗯 冠就位的标志是要和稳定 没有敲动 对 跟谁没关 有临界选临界 没有临界选顾位力 可不要脸 这俩都出了 那我就认可一定的顾位力 那就一定的顾位力吧 这个东西我们就过去了 不再解释了 你面说别问我啊 你问点别的东西 好 来截图 这个跟咱们书上完全一样的 叫影响修复体就位时的原因 我不想讲这个 第一个就是有刀嘛 或者你北深牙上有一些什么 有一些支点嘛 是吗 刀小的话就萌萌 刀到大就重做嘛 然后我要讲两个事情 剩下没啥讲 做到收缩了 郭瑞的脚 来看这个 听啊 叫修复体跟鳞牙过紧 BAT的我刚才说吗 临界过松的时候 那就直接带进去了 是吧 带进去之后不要紧呢 就为了有很大的间隙 现在有的时候 我们在临床会出现这种情况 哎 这个灌带的时候 带不进去 而且夹蛇像翘 什么原因 就是与林牙过紧了 是吧 与林牙过紧 所以有个印象 说老师 你要说的一定是蓝体字 你咋这么懂 我能来读 我让你 妈 妈啥意思啊 我问你的 对不对 你跟我说一说 他不说灌酒位时 遇到的问题吗 是吧 这不都带不进去吗 我现在妈 妈 对不对 哎 就要这道题 什么意思 聚合角度过大 影响旧位吗 那不影响到老好旧位了 是吧 聚合角度大 会出现的问题是 摩擦力不好 是吗 过微力不好 那不影响旧位吗 不影响旧位 它影响的是什么位 物位 是吧 所以修体就位时的原因 前面我们也没有考过 像一些 呃 软主值的障碍 大家能理解吗 比如说 为什么我们修复体之前 很多人不来理解 患者说 你看你为 做什么 做多钱的都行啊 修体 你让我天天来一次 牙周 我受不了啊 但是如果你牙周 有问题的时候 是吧 银边缘过长啊 或边缘 全过有旋突啊 包括一些牙银的一些 炎症 那么可能都会产生 就位的问题 就像我们那天说的 一个极壳意识 是一样的 24小时 你还摘下来刷一刷 而且我都带不进去了 那肿了 就肿了 所以牙银肿了之后 你也会出现 软主值障碍 咱们带不过去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银边缘的要求 结了图 嗯 好 结了图啊 银边缘的要求当中呢 我们首先 第一个问题 就是 长短要合适 不能长 不能短 一般长的话呢 我们还能摸一摸 我这句话是有用的啊 边缘短了 只能重做 听懂没 长了可以修一修吗 短了必须重做 顺老师要说完了 不密合呢 不密合再说 不密合的事吧 不密合就重做 你临床几个不密合 你重做了 好了 看这道 第二句话 叫没有明显的间隙 小于五十微米 哎 听 这句话当中 我可不让你背这数字 让背数字 我就说完就走 我要说两个事情 听好啊 我先认为你 粘接剂的厚度是多少 粘接剂的厚度是多少 好了 三十是吗 那人家三十是粘接剂的厚度是吗 现在没有 没有间隙 他指的是谁和谁 这是牙体 这是修复体 他们之间的这个间隙 是要小于多少 五十个微米 所以这两个数字 第一个老师提醒你 你不要激混 好了 听第二个问题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刚才在讲 冠就位的标志 在这的时候 大家老师写了一个东西 叫临床的标志 是吧 就是临床所能看见的标志 但是现在我告诉你 还有一个冠就位的理论的标志 就在理论上的标志是多少 是五十 你就不要往生理记 人家考试问你说 关于要求 他说冠就位的理论的标志 就要求小于五十微米 这绝对是有出处性的 你知道 冠就位的理论上的标志 就要求他的间隙小于五十米 这是理论上的一个标志 那是临床的标志 能看见的 另外一点 咱们很熟悉的什么概念呢 就是当我拿着探针 能探进去的时候 拿着探针 能探进边缘的时候 说明一个问题 说明修复体跟牙体之间的间隙 已经大于多少 五十微米 你告诉我咋办 那个先生老师 看一看 我天哪 你可真古老啊 重做呀 这道题也考过 这样大家老师刚说 短了怎么办 短了重做 短了重做 然后探路也重做 好了 说完这个了 调和你们书上面啥要有啊 就逼得我 我也做上了 做完当中 我就说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调和应该在谁身上 当然在修复体身上 那第二个问题 修复体 它背的没有那么厚 厚度不够 能不能调对和 能调对和 调对和 要是活碎牙 怎么处理 脱敏处理 这是一道题 是吧 所以可以在修复体上 修复体厚度不够 我说老师咋不够了呢 两方面吧 第一个可能 你本身预备的 就不是太那么多 你磨不穿了吗 第二个问题就是 你磨了 差点还有一点 可以调调对和吗 可以 老师那不违背原则了 我的天 人家只是告诉你 临床上还可以这么处理 自己掌握度啊 来 我们来说一下魔光 魔光当中 它还真有几道 习体 这两道习体当中 大家容易出 这是组织纪念的原题吧 什么组织 这是职业纪念的原题 是吧 就是职业 第一考那批人考的是他 13 14号 胡州考的就是他 那是你别说啥 简单不简单 难不难的 是吧 最基础的 你看都有吗 魔光当中两个问题 第一个你告诉我 你是沾了之后模样 还是沾之前模样 老师说啥呢 我说的这就是你挨错的呀 你看啊 先是在后 但是沾接钱 给他抛光魔光 沾到患者嘴里了 给他抛 就这句话 他总给你写反 是吧 好了 第二个问题啊 你能不能省略步骤 不能 所以他出的也很无聊 他说游戏到初 我的天 这也能蒙过你 由粗到戏 不能省略中间任何的一个步骤 好了 这个咱们就不说了啊 其他合景小画各 这句话你们书上没有 我说一句你们理解就行 就是 灌的边缘 一般相对来说都比较薄的位置 再加上你磨除的时候 可能你会施加一些外力 所以你是不能空手来进行的 你灌必须就会在带形上 防止损伤 边缘的情况 还有一点就是 你边缘的话 你可以用一些胶带给它缠上 都是防止损伤 所以在带膜上来进行磨过 就这么两道题啊 这道题也是今年的原题 好 我们来说一下材料 这块 郭郭老师会讲的比我好得多是吗 我就说一个概念啊 挺好 大家还记得故为原理 摩擦力 对吗 然后 约束力 是不是啊 最后的叫什么力 叫沾尖力 所以沾尖材料呢 它其实就是把什么 这是芽 这是修复体 把之间的空隙给它添上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沾尖剂的厚度越厚 摩擦力就越小 沾尖力越小 因为越厚收缩性越大 收缩性大了之后 它们之间的空隙不就空出来了吗 所以沾尖力 它是一个辅助的固位力 它主要起到一个增大摩擦力的作用 因为接触才有摩擦 这不需要背啊 这是我们聊聊天 说说这个东西在那 那么在沾尖剂的优缺点当中呢 我们举两个例子 修复当中烤 只是很简单 举个例子啊 人家说掉了 问你用啥沾 用数值的 因为它沾尖力好 第二个他说 这个患者呀 它是个一杆取的患者 用啥沾 用玻璃子 是吗 他说活水不能用啥 活水不能用磷酸心 说老师计算性考过吗 咱是没看着提啊 他计算性的抗压强度 跟磷酸心一样很低的 所以他不是说进水的牙 非得用它 所以把图标一下 是吧 口内说的很清晰 这些东西 好 我们再往后来啊 接下来的标题叫 占接前的一个处理 这里面一共有两道题 第一道题 人家问你用什么消毒 75%的9% 好吗 好 第二道题就是 故位不良的修复题 我们应该怎么处理 我昨天上次讲课的时候 我是给大家 在这个位置有一个蓝色的 就是金属应该怎么处理 磁怎么处理 我说的很清楚了 回头去找那个 所以第二个 跟书上一样 但没有我那个权 因为他凑不成一个选项 所以你还得回头去找那个 是吧 要不然你知道是仨 你不知道替他的 你选不出来 第三个是我们常规会出的一道题 他是这样出的 这道原题 他说这个罐呢 戴上了 累了是吗 老赵也没下课呢 累啥累 说这个罐戴上了 呀可好了 咬喝一点不高 咬喝不高啊 戴上了 咬喝不高 口腔里戴呢 也不高 一沾就高 人问你什么原因 试戴的时候不高 一沾上就高 为啥 没有排钩 你得让他排出去呀 就像我们在前面讲过的 是吧 你正常来说 你罗文庄你能排呀 你能排出去 是吗 这就不行 这是排一困难 哎呀 他问的话确实挺傻 他接着问你说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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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排一沟呗 你怎么办 说老师在谁上坐 谁能坐谁坐 修体能坐 修体做 牙上能坐 牙上坐 是吧 所以当修体牙体 十分密合的时候 是因为没有排一沟 所以会出现 沾了之后就高了吗 就是这个概念 你要排出去 我只要那么大的厚度 才可以 好了 很简单 我们就不再说了 接下来呢 我们来说一下 沾接的步骤 沾接步骤当中 我有两句话 要说 大家听一听 第一句话 就是说 彻底催肝 我们见过这道题 出的确实挺没劲 他在那上说 他说 以下 关于沾接的时候 说法正确的是 他说牙体过于干燥 过于干燥 不利于沾接 我天哪 他这说啥呢 就是要彻底干燥了 你当然要干燥了 是吧 所以干燥啊 水分啊 油污啊 这些都会影响 最后的效果 这是第一个啊 第二个呢 就是一定要等 沾接机凝固之后了 才去掉 然后清理好 多余的阴沟 如果出现问题的话呢 用2%的点干油 进行处理 这个我们后面也说 点干油处理 那接下来 你先把这句话读一下 你先告诉我 这句话说的对不对 就往上沾了 沾的时候呢 如果是后压 哪种 哪种 都可以啊 自酸师 是不是 可以 来 看这个啊 说后压 快速多次小幅度 让患者自然咬合 就沾着过程 让患者 来来来 咬一咬牙 快点咬 自然咬合 对不对 这句话 对吗 这句话 对 什么呀 后压 我说老师 你说这话 你要干嘛 我要有个选项 听啊 他把后压改成前压了 这句话 对不对 这句话 就不对了 你看啊 咱们在临床上 你师父咋教你呢 前压 站的时候 不能让患者咬啊 你是自己给他按住 按牙长周方向 给他视力 说为啥不让患者咬啊 前压会受到侧向力啊 怕他咬偏了嘛 所以你不需要知道太多东西 你现在至少知道 人家说后压 快速多次小范围 让患者自己咬 咬咬咬 试一下 再咬再试 但是前压不行 前压是用我来操作 是吗 所以前压是你拿着面 按牙长周的方向进行按压 好了 这有简介的补助 好像也没啥 处理当中呢 第一个就是刮处 凝固后才能刮处 是吧 然后对修题使用指导 暂时性的复诊的时间 注意 有问题 我们用2%的点干油 来预防压烟烟 好了 就结束了 来做题 对 手按住 按住啊 你看这还能二三呢 对不对 我先问你 牙引烈 是不是 是不是 不是吗 发育机型 是不是 那我问大家 那发育机型 咋就不是了呢 傻样 抬头 你们达尔斯 给我都弄错了 我以后提又错了 牙周炎是吧 不是 来 牙引烈是吗 不是 机型中央间是吗 不是 人这叫啥来从读 牙发育场 记不大老师 给大家看一个图 能像起来吧 所以这是需要捣一捣 没关系啊 你看啊 问你过大过小牙 大老师说 是不是发育机型 但是是什么发育机型 叫形态 让你不听课 说 牛脂发育不全 四环竖牙 是吗 扑斑牙 那是啥异常 也是发育异常 但是叫什么 叫结构 那我现在问你 那牙引烈 是不是牙体缺损的病因 啊 牙引烈 记得我 牙发育异常 是不是 是吗 你看我白说了嘛 发育机型 两个 一个叫 结构 一个叫 形态 我就怕你错 但是你从来不辜负我对你的希望 是吧 错的好啊 想起来了 好啊 来看第二题 马上啊 我们说几道题 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啊 后面就剩一部分内容了 我给大家准备了 二十多道题 就是 所以我有可能要演一下 就二多道题 就我们来验验这些题 哪课的都有 看第二题 不是被塞两个答案 我的天哪 这道题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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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引力 你就没在我的身边 那在我身边 真的 我就叫前面几个大哥 捶死你在那 好看这道题啊 铃面与铃牙接触的目的不是什么 不是啥 哎 这道题很简单 增加功威力嘛 是吧 铃牙跟铃面接触 防止食物看塞 分散合力 保持生理性运动 维持牙工的稳定 对吧 这道题选B啊 中央尖是解构 中央尖不是 没说 说在哪 这道题来 这道题选B啊 选B啊 来看下一个啊 来看这道题 啊 没换是吧 看第三题啊 与摩擦力大小 先做题 先做题 与摩擦力大小 有关的因素是哪一个 呀 这道题出的很好啊 你今天的网速也好啊 延迟很短 你这都能答出两个了 哎呀 你说说 你总之压力 确实简单 我这一次次 就是告诉你们 听课 从来 你答应该是咋想的呀 就是你们每次答题 都颠覆我 颠覆在哪呢 就是你们的最高的经验 就是能让我觉得 我这个题不对 我觉得你们都很强大 来我问你 可以 顾为原理 没关系 今天我跟一个学员 我们俩聊天的时候 还说 是吧 我说就得是几遍才行 是吧 然后我把PPT 还在吗 你是吧 我把PPT 挣来做课件的嘛 我是个很认真的人 我每次都要账上课件 我反复再做一次课件 我说你看我PPT 是不是这么写的 他说 哦是 我说那你还说的 那跟PPT不一样 是吧 来抬头 顾为例叫摩擦力 粘接力和什么 约束力 我当时跟你们 说了一句什么话 我说听好了啊 首先 他会把 比如说跟摩擦力 有关的因素 或跟粘接力 有关的因素 他俩放在一起说 所以你首先要记住 你听这堂课的时候 听这个内容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给他分出来 会没会 底屏壁纸 是不是密合好啊 你这不都粘接 粘接 粘接 粘接嘛 我的天哪 会了吗 这道题 人家说 与摩擦力大小 粘接材料 粘接面积 粘接的面积 清洁度 包括你的 粘接剂的选择 调和的比例都有关 是吧 那窝洞 底屏 动 动底 人家就说 锅动 底屏 点线脚清晰 我不说过吗 叫内脚清晰 内脚清晰 什么 摩擦力好吗 这不 对 来 再来啊 就是嘛 就是说听 就是不听啊 来接着做 慢点 慢点 别慌 我还听一句啊 咱们以后 一定有大家面授的机会 见面的时候 咱们商量点事 就是会的学 你慢点答 是吧 我讲课的时候 你就别跟像 像是现场似的 是吧 我的天哪 我还没说呢 你说大师老师 你下一句话 要说什么 来做题 我们通过这道题 想给大家一个概念 是什么概念啊 就不要管题杆 有多长 你最后总结出来 这题杆 要说什么就可以 是不是金属全贯 好 啊 你看就成了嘛 这东西 是吧 杨大夫 你要面数 你就要来做啊 你慢一点 你看 是不是金属全贯 说老师 那你看他 你能得出啥呀 我说过按照 银上银下平级 就是这三种银边缘的位置 到目前为止 他都没有一个定向 就是你做哪一定好 我们只是从保护 牙周 牙银的情况 软主的情况 我们认为是银上好 对吗 这是第一个 所以我们做的是银上 这话能懂吗 所以现在银下 你都不能选 而且银下 他跟你配的多好啊 你做的是金属全贯 你告诉我 你能用直角和深奥吗 不能是吧 那这样的话 首先你做的 就是银上边缘 是这样吧 然后我跟你说了 一个问题 我说俩增加 老年人 妈你到这儿 替牛蒙了 老年人 其实延伸出来的意思是什么呀 就灌根比失调嘛 临床牙关比较大嘛 这是意思 我不是说他长得老 周文多 所以我给他做个银下便宜 我增大 周面秃度 增大接触面积 是吗 那不就是俩增加吗 面状接触 是吗 面状接触 说老师 点状好 还是面状好 哎呦 我的妈呀 接触了就好啊 只要不堪塞 接触了就好 所以叫俩增加嘛 增加临界面积 面积就增大 走面秃度 所以这到底选的 会不会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很好选 银下去掉了 我慢点说 银下去掉了 不对 是吧 然后呢 说老师 那你跟我说 这点哪不对 应该啥 应该是面 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增大 所以这两个 解小不对 这个点状不对 这个银下不对 那就剩这两个吧 那A和B更好选 是吧 会了会了会了啊 会了咱们就往后走 来看第五题 很好啊 因为我们面兽也就一个半小时 只不过其实我们应该一个小时零十五分就休息 现在已经是大家经历专注的极限了 这个好简单是吧 那我就不再说了 分为铸造的和育成的 所以你要知道那个概念 它考的是什么 记住一点 我们不怕遇到问题 我们更不怕错题 我们现在怕的就是你不跟着来学 是吧 好啊 来我们再来做 第六题 这道题简单啊 这道题是跟谁 跟临阶没有关 所以跟接触点的松紧没有关 我们选E 可以哈 那咱们过去了 咱们继续啊 看第七题 我们就好像就剩一道题 两道题 咱们就休息一会儿啊 四十 二十 二十七 二十一 真好 嗯 有人不理解的这个 我稍微说一下 你听啊 展示惯 其实这道题 我应该在讲课中讲 我就是收了一下 我没有讲的 他说的维持间隙 是这儿的间隙 临阶的间隙 是吧 近远中跟临牙临阶的间隙 现在我备牙的时候 不管什么情况 我是不是要预备出 把河面预备出 少了一块 是吗 少了一块之后呢 其实它对合 确实会伸上来 所以这个河面的间隙 我能保持 但是 如果是一个牙体预备完 对合有个牙 因为我牙预备 已经短了一块 那这个时候 你跟我之间 是没有接触的 所以没有办法 河面的磨损 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但是可以保证 河面间隙的维持 能听懂啊 所以这道题 我们选的什么 选的是C 这道题还有一道题 对 咬合不到 怎么抹呀 是吧 磨损啊 这道题也简单是吧 不会影响就位 有道会吧 说缩 蜡形 临接过紧 都会是吧 谁不会 全罐短不会 那我问大家 当全罐短了之后 是重做 还是可以 怎么办 那短了 这道理 又问啥问题 是不是就重做 是吧 短了就会重做 说现在呢 世代的时候不高 哎呀 一沾的时候就高 怎么办 拆起来做什么勾 做排异勾吗 是不是 说呀 现在做根管治疗了 问你做什么 修复 哎 那你就做 装合管修复 那说呀 装合管掉了 松动了 问你怎么办 哎 你就先给他拍个什么 拍个S片 是吧 所以任何的知识 都跟朋友一样 啊 多见两次 见面就会了啊 我们休息一会儿 好了 嗯 九点零五 我们九点零五上课 好了 我们调一调声音啊 调一调声音 看声音视频正常吗 正常我们上课 我们大概 不是大概啊 就是确实需要一个小时左右 我们才能解课 好了 开始 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是 牙体缺损后出现的问题和处理 我们刚才第一个话就说了 第一个装合管要注意 啊 第二个就是关于一些数值要进行背诵 第三个最重要问题叫牙体缺损修复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处理 同样老规矩 我有些话只是给你讲课 我先正常讲完之后 你看看我给你的几道习题 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些习题 用这些再验一下 基本验一遍或者两遍就跳到坑里跳一次 这个东西就出来了 它不像 嗯 就是 就不像可摘是吧 就跳了好几次都快断气了 你还爬不出来啊 咱们开始 挺好课啊 首先我们说的第一个问题叫筋牙疼痛 我在给大家讲固定一尺出现的问题和处理的时候 我就说过那块我不会特别的讲主要是在这 大家想不管是你在牙上做了一个独立的灌 还是你做了一个固位体的这样一个灌 那么灌下面都是有鸡牙的 所以鸡牙会出现疼痛 先别看书啊 我讲的跟书上是一样的 我先给你表述这个概念 你听清 我们说当说到牙疼的时候 你听清啊 牙疼的时候你不能单纯的说牙疼 你可以单纯的说 但考试他不会单纯的说 所以其实考试的核心点在哪呢 他就问你 什么原因会出现什么疼 举个例子啊 说自发性疼痛 那我问大家 当我说这个牙自己就疼 你会想到的疾病是什么 什么就是什么 牙虽炎嘛 是有道理是吗 说老师 那这个自发性疼痛 他的牙虽炎是 做完了之后就疼 还过一段时间疼 都可以 说为什么呢 举个例子 如果他是充血来的 然后呢 你做了展示灌 你在带灌的时候 你也没有很好的检查牙髓的情况 这个患者呢 又觉得 疼就疼点 可能毕竟磨牙了嘛 他还挺能给自己安慰的 那么充血 没有处理好 没有安抚好 或直接你做了处理 他也会出现牙髓 出现了问题 是不是牙髓炎 所以自发性疼痛 我们说到这儿 首先会考虑牙髓的炎症 他可以是带入后 短时间出现 说还可以什么呀 还可以长时间出现吗 说老师多长啊 从曲开始 是吗 从技发曲开始 然后到牙髓的炎症 好 所以我现在先说的第一个 就是牙髓炎 好了 你听第二个问题啊 第二个呢 叫咬合疼痛 那我同样问你 你能先想到的咬合性疼痛 是什么引起的呀 说老师 这个患者 他戴上了这个罐 他就疼 是不是叫短时间咬合疼 那我都不用告诉你 你先干一个事 拿出来就调和吗 是吗 因为调和是最常见的一个原因 是不是叫咬合疼痛 说第三个问题 什么叫 叫过敏性疼痛 说过敏性疼痛 你会想到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给患者就算做了个展示罐 是吧 或者我们做了一个全罐 最后粘接了之后 磷酸心 我们刚才说了 是不是刺激 磷酸 酸怎么讲 不是 磷酸心 是刺激是吗 刺激来的是不叫过敏 过敏性疼 外界刺激来的过敏疼吗 说还有什么呢 我们刚才说 罐有一个什么 就位的标志 你先听啊 我一会还给你讲 我讲两遍呢 说就位的标志 你要想达到就位的标志 要想看密合 你是不是要来回带 来回带 来回带 这叫什么 这叫机械的刺激 那他不也叫过敏性疼痛 那接下来呢 我们现在 先跟大家说 第一个概念就是 你所想象的鸡牙疼痛 没有那么简单 考试会出现偏差 所以咱们一个一个来 开始了啊 首先第一个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自己疼 自发性的疼痛 自发性的疼痛 最常见的原因是什么 牙髓炎 这是第一个要考的问题 刚才我们又说了 牙髓炎可以有两种 一个呢 就是短时间 由于置被牙齿 充血 你没有很好的观察和处理 继而产生的牙髓炎症 自己疼是吗 自发疼痛 最常见牙髓炎 第二个牙髓炎怎么来的呢 我们刚才说了 激发曲 说老师为啥激发曲了 以后我给你讲 激发曲 继而导致牙髓的一个炎症 我们牙髓炎 好了再听第二个 第二个自发性疼痛 叫根肩皱炎 说老师 根肩皱炎能自发疼吗 能啊 急性气的说 不就自发性疼痛吗 是吧 所以根肩皱炎也会出现自发性的疼痛 说老师为啥呢 你装和罐根管处理不当 是不是会引起 所以我现在问你 后面的这两个 和所谓的前面的这个不重要 最常见的是牙髓炎 根肩皱炎也能出现自发性疼痛 就可以了 你往心里去啊 这个东西 好听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为什么自己疼呢 闯伤来的 闯伤 他没有比较轻 或者这个患者 闯伤性比较大 那么时间又比较长的情况下 就会出现一个 牙周的问题 是吧 所以急性牙周炎症的时候 有闯伤引起的 会出现自发性疼痛 到这为止 来回过来 自发疼痛 连背都不用背 牙髓炎 你和口腔有什么病啊 牙周炎 根肩炎 是不是就这三个病 导致自发性疼痛 然后我说到底是怎么来的 你不重要 你最重要的是 你自发疼痛 最终的结果 是因为牙髓 根肩和牙周炎 根肩周炎 急性期 牙周炎 闯伤引起的急性牙周炎 第二道题 人家问你说 谁最常见 你打牙周炎 至此为止就结束了 好 来我们来说一下咬合 在说咬合的时候 我刚才说了第一句话 就说了 短时间是什么原因 叫合闯伤 合闯伤 老师人家问你还得怎么办 那还有我说怎么办吗 那就调嘛 说第二个 他又咬着疼了 那就是根肩嘛 牙周嘛 或者装和灌出 出现了侧串和根折 所以我告诉大家 咬合痛中长期的没考 考虑得多傻呀 才能考他 是吗 所以这个我们就结束了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就问大家 老师为什么把过敏性疼痛 在你们书上是第一个 老师为什么调到最后了 我都这么傻 我都知道 说明它是重点 所以当你说 筋牙疼痛的时候 最容易出现偏差和错误的 就是过敏性疼痛 来 开始了啊 听好 我现在看到的这些PPT 我让你看前半部分 我现在口问了啊 听清楚 我都不能读 这S随的意思 我问你 它能不能产生它 我不能读 我一张嘴 你就知道会不会 你自己读 因为你考试 我能给你读题吗 它能不能产生它 好好说话 哎呀 我的苍天鹅大地 说能的便说了 可以 郭老师已经拿着菜刀来了 菜刀都都都都都都不解气啊 拿着镰刀来了 带着老赵 我问大家 牙虽颜怎么疼啊 你累累累累 就是你们说着吧 就可像真的了 这也是你们这些学生的共同特点 自己疼吧 是不是牙虽颜自己疼啊 什么叫过敏疼 说老师冷热刺激能加重疼痛 冷缓解 冷缓解 那我问你 是不是我们在说的时候 是自发性疼痛 对吧 刺激来的 行 先这么认着吧 我先告诉你个问题 过敏疼痛都没有牙虽颜 回头去找口内老师 你们慢慢跟他聊 行吧 呀 别说可复性的 我现在只说牙虽颜 因为你想 对于我修复来说 我只需要知道牙虽颜就可以 我不需要知道 你是可复性的 还是不可复性的 我更不需要知道你是急性的 慢性的 我更不需要知道你是急性 疆越期还是急性化能期的 听懂老师的意思没有 就是人家说出现过敏性疼痛的原因 你首先你把牙虽颜去 牙虽颜我都归到自发性疼痛了 你就别说那个分期了 你就别说中性的一包大量浸润 啥情况了 这个调题过了啊 这是第一个 好了 听我说第二个问题 来读这两个字 关键是你那里有个欲为量大 我还说你看左侧 你们可赖的 你知道吗 我是不是这么说的 我说你看左面 你回去重听 我还就怕你看这影响你 你看左面 是不是 我都不敢读 来开始啊 咱们讲这个 结束了那块啊 听好第一个问题 叫短期 说老师刚才你在说牙虽颜的时候 你也说短期可能是冲血 牙虽本身冲血了 预备然后牙虽颜 然后长期可能是 但是你没让我记啊 你就说一说 但是到这可不行了 到这他长短期 是一定要考到的 就是他一定分开的 我开始说了啊 可简单了 什么叫短期 我给大家一个概念 三到五天就叫短期 说老师那七天呢 我没看见他说七天 他如果说长期 他说一段时间 这两个语言的概念 能不能懂 再来一遍啊 短期三到五天就短期 说老师那六天嘛 哎呦 那不叫吗 那东西就是 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说短期 先知道时间 好了 听好啊 第一个我问大家 你背没背牙 背牙了是吧 背牙了可能会出现充血 可能会出现敏感 那这个时候 比如说取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一个敏感 所导致的 所以预备量大 会出现过敏疼 你必须认可啊 不认可 回头找眼孔内再说 好了 听第二个问题 说你背完牙之后 牙髓肌热的状态 是不是应该做展示惯 采取一个预防性的措施 保护性的措施 你没有 所以说预备量大 没有做展示惯 没有采取保护措施 或者我刚才说了 你告诉老师 你消不消毒 我刚才消毒 七十五九几还不行啊 那也是个刺激啊 所以消毒液刺激 你沾不沾 说老师别说沾 我这些是反复的拭带 拭带拭带 拭带就是机械的刺激 外力的刺激 还有一个就叫油里酸的刺激 所以现在我问你一句话 你听啊 我问第二句话了 我还是不说话 我没让你看他 我现在问你 我从说 我没让你看他 我让你看他啊 短期的激发性疼痛 来告诉我 他能不能出现这个 啊 还是老习惯咱想好再说 会不会严重会引起压醉充血啊 是会会会 既不要说口内 也不要说口阻 我有个事我还没跟你讲呢 我现在就说我这个方向上 你得给我把握准啊 哎 漂亮嘛 这是要出的第二道题 第二道题什么意思 挺好啊 你现在来抬头 激发取可不是三千两千得的 我们说什么叫取啊 什么叫取病啊 取病是以细菌为主的多种因素的影响下 牙体硬组织发生了一种慢性的 进行性的破坏性的疾病 人家是慢慢来的 时间是一个因素 所以你听好 人家说以下不会出现短时过敏疼痛的 你得给我选激发取 这个概念能懂吗 你不要想老师你看激发取 人家就是过敏疼痛 嗯 有定义 这个定义叫短期 听听了啊 两个问题了 后来听听我第三个问题 说老师为什么得激发取了 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你边缘密合不好 密合不好菌斑进去了 又出不来 没有办法控制 菌斑是始动的因素 是吗 细菌是始动的因素 产生抛内外的多糖 啊 最后达到一个无机物拖矿 有机物分解 所以说边缘不密合会激发取 是吧 会取 我在跟我讲 边缘不密合会出现取 说人家老师说的激发取 老师你怎么理解 他原来我带惯之前就去 对 就是我们说 呃 我们在处理的时候 首先第一步 大家记得的嵌体制作也好 哪个修复也好 去除了第一步就叫去服 去服你没有去干净 那这个时候 你是不是在这个 没有去干净的取的基础上 你又出现的取病 就叫激发性取 所以我现在翻来覆去的 问你一个问题 不管考试说取也好 说激发取也好 他都是 长期还是短期 长期 什么疼痛 过敏疼痛 我这两个解释完了啊 好了 我解释下两个 来再听啊 说一下牙咽退缩和粘接剂 脱落和溶解的问题 大家说牙咽退缩 为什么会出现一个过敏性疼痛 因为当牙咽退缩了之后 我们是不是就会露出一部分牙本质 是吧 或者说 密合性不好 那不管什么原因 你都会出现敏感 但是牙咽退缩 它也是一个过程 那么因此是长时间 过敏疼痛痛 那粘接剂脱落溶解 就更好理解了 因为刚才说 粘接剂本身就是一个 产生封闭的作用 比如说 我们刚才说 做银下边缘 可能说本身就是 牙本质过敏 对吗 然后做了一个罐 然后做个银下边缘 或者预备之后 牙本质已经暴露了 那这个时候 如果粘接剂 不管是脱落还溶解 那么暴露的牙本质 或者敏感的牙本质 都会出现过敏性的疼痛 这个东西 我们也不是说 要大家背到什么样的程度 至少说 当你错了题之后 你知道到我哪页的书上去找 你知道我整理的笔记 它在哪页 就已经是非常好的情况 好了 我们再来往下说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 食物的勘筛 可能我们书上有 在一些本科教材 食物勘筛都删掉了 因为它在前面 讲临界关系的时候说过 所以我们这块 有两点 我们注意一下就可以 第一个问题 为啥看塞了 有间隙了 是吧 除了有间隙之外呢 对核有冲天式牙尖 主打老师 啥叫冲天式牙尖 这个牙尖就正好 怼在这个位置 你看牙尖 正好怼在临界区的位置 始终来的倒你 你不就看塞了吗 还有一个 我们都知道修复体嘛 除了一个功能之外 它还要保护牙龈 所以像轴面的突度 和面的形态 外展系旋突 是不是很好理解 轴面形态当中 我跟你反复起过一个 说突度过大 会 什么 数砍塞 是吧 而且突度过大 会出现一个问题 叫萎缩型 是吧 突度过小 叫闯伤型的牙尖 我们软体 自标记这块地方 大家一定要有个概念 听清楚啊 第一个概念 就是人家问你说 他这么说 他说食物砍塞时 首先要考虑什么 这是A 比如说轴面形态 这是B 这是C 临间隙 这是D 有冲天牙尖 这是E 考虑食物的流向 什么叫食物的流向 食物的流向 不就是轴面和面的形态 所以他们都是对的 第二个考试的方向 没有 他直接问你 你听清楚啊 他直接问你 叫动态学说 就人家问你说 在设计牙体 或者设计修复体 外形的时候 为了防止食物砍塞 你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 你就选动态学说就可以 就是你知道他从何面 他要流到外展系 通过外展系 你不能有悬头 不能有间隙 食物从那走 不走这 或走这的时候 不会产生 你砍塞 所以你就没有这个临床的表现 所以你知道动态学 这个概念就可以 好了 再来啊 说音语而言 我不用你不好听 你看一会儿作品怎么做 音语而言当中呢 第一个就食物堪塞 总塞总塞 就会出现音语而言的验证 第二个就是 秃度不好 灌过场有悬秃 世代是对牙印的创伤 你听好啊 唯一愿意考的就是这个 叫倾斜牙 异味牙 没能恢复排列和外形 你告诉我啊 虽然倾斜牙异味牙 比如说这个牙是倾斜 你没有恢复它的外形 你是不是这个牙还是倾斜 那么倾斜之后 它的秃度啊 它的盒面呢 都是不符合标准 会产生 那么如果出现音语而言 就跟刚才 粘接剂没有去干净一样 仍然用2%点钢油 你先试一试 不行的话 你就重新做 所以音语而言 也没有什么特殊的 说老师 那我还没会呢 来我问你 你听啊 说现在边缘过长了 是不是会有音语而的炎症 没有 说食物堪塞会不会 会吧 哎呀 再说本身这个有阶系 你会不会出现银而言 是不是也会 所以你不需要特别的记得 你一看你就知道它为什么 包括倾斜的牙 包括粘接去 没有去干净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修复体的松动和脱落这一块啊 松动脱落的这一块最常考的只有这么一句话 就是粘接失败 粘接失败我们在前面 算这次已经第三次了 粘接失败怎么办 重新粘嘛 不管是什么原因 是你水混进去了 还是油混进去了 是你没有数值粘接 反正你给我重新粘就可以了 就这么一个问题 说老师 顾位力不足不讲讲嘛 要讲它可讲的多了 是吧 从顾位元里开始蒙了 是吧 从摩擦里开始说 从三变里开始说 从约束里开始说 比如说具合脚过大 是不是具合不足 他 嗯 你就背嘛 然后核心距离过短 没有高度 哪来的足够的固位 是吧 同样道理 动没有足够的深度也没有 而摩擦力 最重要的就是要接触 不密合 固位力自然不好 是吧 所以我们在讲处理的因素啊 各个动型 抗力型 固位型 比这讲的要全很多 我不知道这句话 我说没说过 听好喝 我不知道这句话 我说没说过 因为讲的太多了 我说过就算说过了 没说过你算第一次听 听啊 我要说这句话 嗯 现在是这样的 我忘了说没说了 你听好 我现在是 嗯 做了一个 拳冠 这五啊 我做了一个 拳冠 听听了 然后呢 这缺了一个 我这呢 也做了一个拳冠 两句话听不听懂 就两侧是固位体 这儿 然后固位体 来再听啊 我现在说五的 五的聚合角度 聚合角 过大 我问你五上怎么处理 我再说一遍啊 我用五和七 修复了一个六 做了一个固定仪式 听话听懂哈 我要说过了 你也听一下啊 然后我现在问题是我这个五 我发现 哎 聚合角过大 我现在问你怎么办 哎 就好了 那我选择提出来了啊 对动态学 就记住这句话吗 一个 我先说完这个 一个是装合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 重新预备 你选吧 A是做装合 B是重新预备 我来说一下 这个动态学 这个问题啊 就你不用了解那么深 比如说达老师跟你说 刚度还记得吧 弹性限度 是不是也记得 就是它是一个概念 就它是一个定义 是吧 是个明解 咱们不考明解 明词解释是吧 那再比如说 大家老师跟你说 说 嗯 这个桥体 受力的时候 说桥体出现什么反应 就固定一尺 积压受力的时候 桥体出现什么反应 是不是让你记得 叫区距反应 想起来吗 就这个东西吧 你知道选它就可以吧 就动态学 就是实物是个流动的过程 你要把排液钩处理好 外展细处理好 没有充电式牙尖 你考虑动态的过程 而不是说就想着 它和面的一个状态 它是一个中和的 啊 哎 来装是吧 装和怪的 你这咋想的呢 我就说装和重做 这道题要做装 为什么 叫聚合角度过大 因为这道题可能有咱去年老学 是吧 过大什么意思 过大的话 你聚合角度过大 是吧 有天老师画了啥 就很大的时候 你告诉你重新预备 你牙什么没剩多少了 你没剩多少了 你再重新预备 你也没有办法保证估威力 这个时候你这次做什么 做装和观 是吧 装和观老师 可能有些人会考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他会考虑装和观估威好吗 我刚才又说过 你不要小看装观 人家跟的估威不错的 第二可能 有些人会想 老师那大家老师 那旁边这个七 人家是个犬冠的 你装跟犬冠 估威力差的挺多呀 这道题考试的原则核心 不是说两端估威力悬差大 他这道考试的核心叫什么 就是能少磨一颗牙 是少磨一颗牙 他是让你从这个方向来的 听到没 老师那我这估威不好 可以再加一颗鸡牙吗 那不还得磨一颗牙吗 试试看下吗 所以这道题我们就过了 好了 接下来说一下拆除 拆除当中 一个是躯关器的拆除 一个是罐的破除 一个是嵌体 一个是涛装器 涛装器 您床上不太用是吧 比较费劲 操作起来技术也有 它是黑前压的金属的装罐 如果愿意记的话 就是松动的 我们就用躯关器 当然你要用手 关注 进去也不好啊 第二个呢 就是罐的破除 罐的破除是一个 破坏性的破除 所以像这种 比较牢固的罐 你用去关键去不掉 你就给它切碰了 然后翘动 嵌体的拆除 就磨切和翘速 就现在为止 我没见过体 是吧 它怎么考 它也没有什么可靠性 一个修复体的拆除的情况 好嘞 我们开始啊 我从来没讲过贝牙 你别骗我 我没讲过贝牙 来做题 我给大家说一个 我记住一点 我说话从来不针对个人 我来说一个事情啊 你听好啊 我不是说你啊 我说牙髓都失活了 是吗 我来把这道 我刚才那个给我说说 第一个我告诉你 牙髓失活 确实很多人考虑的 说老师呢 牙体 你要保护这颗牙 你把这颗牙 失活了 我不认同 我先跟大家说 第一个问题 就是人为吧 在这道题当中 五年改了两次答案 因为他那年的答案 就书上的原答案 就是说重新被牙 就是重新被牙 但是我们讲完之后 我们跟他认可的一个东西 不是我们跟他认可 我们跟高学生这个东西 就是这样 那你重新被牙 就和脚过大 你重新被牙 你是不是要考虑 就是顾卫力的问题吗 你之前告诉我一个字 叫过大 就比如说 我多说两句啊 就是说咬合紧 和咬合过紧 那不一样了 是不是这个道理 咬合过紧可能做不了 你咬合紧 我可以用个基础寄托 你既然跟我说 聚合脚过大 那就说明你 你预备出正常的 二到五度 你就没有规律了 你牙体面积 都没有了和谈意 而且这道题 咱们是能在 他最新版的 2019年的 原题的人为的原题 原书 而且他还加了 注解的情况 就加了解析的情况下 他确实说的 做专和关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就认同一点 第一个就别想 牙髓的事了 为啥 因为旁边要背一颗牙 你等于又增加了一个牙 他是从尽量 能够少背一个牙方向考虑 是吧 第二个我就说 有些说说 我去年讲的啥情况 如果我也不敢叫 因为他答案改了 我去年应该也是那么讲的 我就讲十多年的东西 我绑着 但我觉得去年 我就是讲的 做专和关 是吧 第二个问题 您听我说啊 第二个问题就是 我不是针对个人 我得说完这句话 我今天包括这段时间 我工作量不是很大的时候 学员就会问我一些问题 是吗 问我问题的时候 因为咱有时间嘛 咱就可以语言说两句 我发现了大家的一个通病 那天我跟小购男 我们俩聊天也说过这个问题 什么通病哈 就是你认为的那个东西 或者你认为是我们老师讲的那个东西 实际上是不对的 什么意思 就是我没那么说过 就是这个东西我没那么说过 但是你认为那是听我说过的东西 这是一个各种原因导致的一个偏差 我们在时间技能的时候 培训的时候 有一天赵老师 那这是气急败坏的在群里面 把我们好顿嘛 就是以我都忘了骂这啥了 说你也不在 我当说了一些东西 就说我们在教授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点 我们竟然出现了两种讲题的方式 时间技能啊 那是每个字都要卡死的过程啊 我们就跟老赵说 不可能 我们是不可能在这块讲错的 我们都是统一的口径 特别是高端的一个技能老师 更没有 老赵就说 那学生跟你说的 我们就正把这学生找到了 然后我们跟他沟通之后 根本就不是他就是记错了 所以我们跟大家说一个概念什么 不是说大家寄跑或什么样的情况 就有些东西你要翻过来说一下 我不知道那个学员在不在 你们听听这个考点啊 因为咱们基本上课程结束了 我说两句啊 呃 你们好像发了一道题 我记不清了 你要在的话 你告诉大家那是237吗 我记性特别不好 反正就群里发了一个东西 是237题 哎啥我也不记得了哈 就大概都没事 你们老找群去找该家家去啊 呃 我说一下这个问题 他这样说的 他那个题大概意思就是五六 六七八缺失 问你五项的倾斜 来所有人说吧 我再说一遍啊 六七八缺失 我是壮和官是吧 实验的时候讲过是吧 八五七八五七八 六七八缺失五项的倾斜 来说这个 你别说近远中 你说前后也行 近远中行 我也能懂你 那就结了嘛 能听懂我这意思吗 所以那道 我忘了多少题的 12372 238 就是那个问题 就是人家说 你前面说了好成一段时间 为什么 你看我再说一遍 鸡牙是五 六七八缺失 什么你模型像哪清 我是不是讲过一句话 我说现在什么后牙缺失 后牙缺没缺 缺了啊 老师缺了 缺了 缺了 后牙缺失了 我说一般情况下 像哪清 像后清 为啥 保护鸡牙嘛 你看啊 如果我像 后清 像缺系方向清 几行 二行 我是不是就可以做一个特别好的RPI卡环组 为什么 因为RPI卡环组的挨杆是二行的呀 二行的呀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都是都是讲过内容 来我们看题啊 哎呀 好多话要说呢 慢慢来啊 这个选择 我我没纠结 我是讲这个课 就是我说的每句话都是出现的问题 我也不敢多讲 是尽量少讲跟课程没关的事啊 哎 卡 这道题选四 为什么 食物堪塞不可能因为合力过大而堪塞 有些人不理解 我给大家举个最基本的例子哈 你说 嗯 我今天中午吃个排骨 但是这排骨吧 不太好 就是没煮熟 没煮特别软嫩 那我使点劲 哎呀 不好 塞牙了 是吧 那可能吗 不能 你为什么塞牙了 因为你有奸细吗 所以合力大并不会引起 失误看赛的原因 这个就是戴尔老师刚才跟你说的 我没讲 但是题目中是有的 所以像突突不好 旋突 外展戏 和面形态不好 都会引起 对吗 都会引起 但是合力过大不会引起 很漂亮啊 来看第二题 全关修复后出现银银银银的 烟银除外的事 哎呀 真好 我就信任你们啊 不错 今年啊 就是咬合 咬合高点 你告诉老师 咬合高点会什么呀 咬合高点会咬合痛 能听到吗 咬合高点会出现 咬合性的疼痛 第二题选择的是D 其他都会出现银银银是吧 所以你看 就不需要特别的背 今天我们来总结两点啊 合力 大 和 咬合高 既不会引起银银 也不会引起食物的看塞 咬合高会引起咬合性疼痛 是吧 那合力大呢 可能会出现 闯伤性的牙周炎 或者闯伤根根猪炎 是吧 它跟这个没有关系啊 好了 我们继续 全关修复 脚肠实践 做这道题啊 真好 真好 你看啊 首先第一个 是不是叫过敏腾 是不是叫过敏腾 顺老师 过敏腾 前面还有个定语呢 我看着了 你也看见了 是吗 叫什么时间 长时间 我们是这样讲的 说长时间过敏腾腾 第一个 可能取块物质没有去干净 继而产生的激发剧 第二个 牙龈怎么了 哎牙龈退缩了 第三个什么 哎 粘接剂脱漏或者松解了 说老师 那你这个粘接剂的刺激 难道不引起吗 引起啊 但是叫什么 短时间 所以说除了粘接剂的刺激之外 像机械的刺激 是吧 消毒液的刺激 没有做展示罐和备牙量过大 是不是都会引起短时间的疼痛 过敏性的是吗 所以这些出现的问题处理都是这种出题 好了 我们再说两道啊 嗯 好再看第四题 嗯 这道题也很好 这道题说 嗯 冷热敏感 我这道题就不讲了 是吧 磷酸心的刺激 所以你跟别说三到五天 这不就五天吗 五天天结束 但是对冷热刺激敏感 实际上冷热刺激 什么叫过敏刺激 几天五天 什么时间 叫短时间 是不是啊 但是老师那不对呀 那你看像机械刺激呀 包括呃 这个 就就剩个机械刺激 机械刺激是什么 机械刺激不可能持续 这么多天 第二个来说 常规性的就是酸嘛 因为 琉璃酸 嗯 它大概在 初期的时候 可能它的pH只有3.5 是吧 正常的一个 嗯 菌斑 嗯 合成 泡内外多糖的时候 它的 初始的一个 酸石pH还能达到什么 4.5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 嗯 细菌很厉害 产酸菌很厉害呀 就产酸菌能在pH4.5的时候 它不仅能产酸 而且它还能耐酸 是吧 所以我们说这道题选的是C 好 我们看下一道 占尖失败的原因常见 除了什么 呀 这个我说了一句话 这道题就变得很简单了 嗯 这道题选的是C 就不等大家 因为很基础啊 呃 占尖面过度干燥 干燥还不好嘛 就尽量催干嘛 没有义务的一个成绩 好 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讲的是 种植修复的原则 挺好啊 刚刚讲到这的时候 我们的课程大概五分钟左右 就能结束了 呃 我们接下来会有一个 嗯 节课的一个小习题 我这些习题的难度系数 并没增加 所以听完这课 如果你坚持不了 就可以去休息了 后面只是一个习题的 宴课的一个题目 难度系数并不高啊 那么第二个问题 我要说一下 可能在我们的 你们的书上啊 今年发的新书上 可能后面还有一个 验腹体 还有一个 腻牙膏关节的 相关的治疗 它那个内容属于 三五七他 什么叫三五七他呢 就是 嗯 除了中和 你们 你们的代报 编号是 三五三 是口腔修复 因为他临床有更多的 可能 三五三这个代号 代表的是 口腔修复 中和 不是口腔修复 就口腔中的中和 中和 就是不分口内口外 所以今年他印的时候 就把 非三五三的内容 印上去了 那么在 这个过程当中 咱们是专业性的课 所以只讲这一个内容 这个是 大纲的要求 我在顺便什么意思啊 就大纲要求 在三五三中和当中 只有一个叫 种植一尺的修复原则 但是 种植一尺 这一块 我们是考过相关的 西题的 而且他出题 绝对不是在 修复原则这出的 所以修复原则 其实只是这一张PPT 因此一会儿 我说的所有的内容 你的书上都没有 你需要开始截图 我先把第一个说一下啊 来太多看 大纲当中 只要求我们知道 种植一尺的一个考点 叫修复的原则 这个都没啥可讲头 你看第一个 你修复的目的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 修复的形式 你最终都要恢复 牙的形态 接着有个功能 第二个问题就是 你要在口腔内 这么复杂的环境 这么力学复杂的 管下形成功能 你就要求 顾位稳定和支持 第三个问题就是 你修复的任何一种 修复方式 都要尽量去保护软硬组织 你不能以破坏 我作为你功能的一个前提 然后呢 你要长时间使用 你就兼顾耐用 这话也没啥可说的是吧 种植体的位置 深度 软硬织的功能 美学处理 核心美观的外形 你按照它的要求就结束了 这就是种植意识修复的原则 好了 接下来 所有的开始截图 课件不是全屏了吗 我也跳不过来 你可想着问问你们教父老师啊 要不看着多难受 开始了 截图 现在我们先说的第一个问题 叫做牙种植成功的标准 其中我标颜色的是需要你背下来的 必须背下来 前两个是需要理解 第一个 不能有任何的临床动作 因为它是骨性的结合 就因为发明了这种 发现了这种骨性的结合 我才有的种植意识 这第一个 无任何的临床动作 第二个 癌症显示 种植体周围没有任何的投影区 就是不能有 你不要让它加一些附加的词上面 第三个 功能性复合一年之后 每年吸收小于0.2 第四个 就是85%和80% 五年是带五的 自然就是85 十年的带零呢 自然就是80 截图 好 我们再来啊 再见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 它的适应症和紧急症 这会儿和修复的原则是一样的 它全是文字 什么样叫适应症 我一说你就懂 就是它得同意做 叫自愿 第二个 它得同意定时的按时的复杂 我得做两次 不仅是做两次的问题 叫按时复杂 第三个问题就是 你的身体要好 老师你少了一个 他有钱 钱是最后的 钱不是能做一切事情的 然后你没有明显的病变 也没有不良的习惯 但是这里面我们要注意 它有的时候 骨量和骨密度不正常 那我们可以通过手术的方法解决 但是如果人家这道题 没有办法通过手术解决 那你还做什么呀 是吧 你就不能考虑 所以说就是 是吧 你同意做资源的 然后呢 你能按期的复杂 然后你没有重要的疾病 没有不良咬合习惯 骨量不好 没有问题 我通过手术可以处理一下 是吧 好了 那它适用于就是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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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就看一看 就你知道都可以 都可以 都可以 但是你要注意一点 就是 这句话 有些人不太理解 说老师 那它舍体过大 那为什么就能做呀 那舍体慢慢就会缩小嘛 我没说嘛 人家愿意做就做 只要自愿 只要有原因 我就能给你做 说有些人 戴一尺会恶心 刺底 说老师 是不常 不 你要记住一点 就是义务 有些可摘 特别大局部的可摘 和全口 有些患者 真戴不了一尺 他就是恶心 戴上就恶心 这个敏感性有关系 好了 来 截图 接下来呢 我们来说一下 紧急症 第一个就是有病嘛 你要记住有个 鼻头炎 第二个问题就是 严重的挫和 会影响什么 会影响咬和过大 包括偏色的咀嚼 偏色咀嚼也不行啊 导致过大 导致骨吸收 你最后不就失败了吗 另外一点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骨量可以不好 密度可以差一点 但是手术 我能够满足 还有一个就是 心里有毛病了 就是 你别给他吃 截图啊 就是听一听 他跟修复的原则是一样 他都是文字性的习题啊 你别觉得这难 这难的话 让你 让你 让你考研的时候 被马拉斯 你不疯了呀 来 一尺 稳定 一尺的稳定当中呢 我们在复高当中 看见过这个题 所以我们把它延伸过来的 这是我们重新做的一页 挺好啊 实际种植一尺的稳定 也简单 第一个就是 稳定性与杠杆作用是有关 就受历史的杠杆作用 它两个方面 跟固定桥 固位体是一样的概念 你看啊 按固位体来说 你看这儿 如果这是两个种植体 这个时候连接之后 桥体位于什么 支点线 前面 那这个悬高 是不是就大 能稳定吗 不稳定 那同样的道理 什么样是不是就出来了 这是种植体 桥体位于支点线上 稳定性就好 所以我们这个是一致的 另外就是设计单端的时候 悬臂越长 当然稳定性就越差 你的利弊越长 给的力量就越大 好 同样啊 截下图看一下 下面两页PPT 是我们需要背的了 首先我们说 按照古质来说 它分为四级 这是一二三四 那肯定是二三级要更好 这是第一句话 二三级要更好 第二个问题就是 二级的话和三级的话 你要求背一下 它的古松值的情况 二级它是薄 厚层的古密值包绕的 一定是密级的 而三级是薄层的古密值 包绕的古小梁 也是密级的 那么四级的话 古小梁就疏松的 所以你首先要知道二三级好 第二个你要背出来 它二三级有共同点 就古小梁都是密集的 你要有精力 看一下四级 这道题一点都不偏 你古质的情况都不了解 好了再来 截图 截图啊 看着了呗 我跟你说 我基本把考过的数字 我全给你拿来了 这东西不需要理解呀 比如说你要防止损伤神经吧 你至少跟科孔上缘 离开科孔上缘多少 一到二 是吗 好了你再听 说假舍策古板 至少超过种植体二 它还不这么考你 它就问你 那你告诉我 那这个种植体 跟假策离开多少 离开1.5 舍策呢 0.5 说如果两个种植体 轴心之间呢 那6到8吗 和银呢 6吗 种植体天然牙最佳的距离 1.5吗 另外一点就是 上和种植体的悬必要短于上和 那上和多少 10 下和14 你现在就别管 它是主制的 还是浮高的 还是考研的 反正就这几个数字 是考过的原体 一定要背下来啊 好 至此为止 我们所有的 主制的 353综合的所有课程 我们就结束了 首先我得 刚刚来跟赵老师 刚才晚上说 我们还交流呢 我觉得这是我带的 最省心的一届了 就这里面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原因 可能去年 有一些学员 不管什么原因 没考过 然后那些不贵的学员 你没说话 这是可能造成一个 我觉得今年相对来说 比较好带的原因 所以大家 我希望我们在面授的时候 我知道很多学员 报了面授 是吧 因为主制吧 大部分人说真的 经济实力还是有的 到面授的时候 我也希望大家 如果你现在听 可觉得别扭的时候 你能够往前努一努 是吧 有些时候我们不说吗 这个时间能解决的问题吗 不能 你不是说我过到三月份的时候 我上大老师面授的时候 哎呀 我听得就很好 不是这样的 都是你努力解决问题的时候 才有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会用 几道题 来把这些相关的内容 来说一下 我对大家也没有什么硬性的要求 大概是18道题到2道题之间吧 我也没数 我这重新做了一个版本 我们对大家一个硬性的要求 就是不是很严格的要求什么呢 就是你最多就能出两道 咱们开始了 好啊 所以如果疲劳的学生 你们就休息吧 休息吧 然后我们可以坚持的话 我们把这几道题验一验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题叫 尽忠尽牙像缺隙相反方 这道题 你别给我那么快答案 你如果给我那么快的答案 你这道题 你背答案了 我的天 我也说 我懂你们 等到骨髓了 就这道题 我是现改的题 你们想要的 你们 累了休息吧 我当不当过几道题 我也让你们心里有点定位 自己半斤八两 六一六啊 你们选二的 你们背答案了 尽忠尽牙那道题叫 这样缺隙方向倾斜 我说的缺隙 就答案 它是啥 是A 是E 如果这道题 没听过 或者今年的学员 我要把这道题讲一讲 因为这道题 其实开始我想扔里面了 我没扔 就是在 观测线 我想扔里面 都没扔进去啊 现在呢 我来说 什么叫尽忠记啊 抬头啊 你说你背答了吧 小样的你 你看这个啊 我们以这个为例 你听啊 这是五 这是七 现在大家老师先问你 第一句话 五和七 谁是尽忠记啊 你先别想观测线 你别想那么多 就干干净净的想这道题 五和七 谁是尽忠记啊 是不是五是尽忠记啊 实际上这句话 他是想告诉你什么概念 他想告诉你的是缺隙在积牙的远中 你没听 我再说 尽忠记啊 其实通过那个导出来 五是尽忠记啊 他这道题 第一句话 他想告诉你的是缺隙在那 你看 对于五来说 缺隙在他的后面 如果说是远中积牙 那说明缺隙在他的什么 前面 如果这话没听懂 回播的时候去听这一块啊 好了 那也就说 现在大家老师画的图是对的 对吗 对吧 对吧 好了再听 第二句话他说 金牙 尽忠金牙 像哪侧倾斜 像缺隙相反 咱画箭头就行吧 你看老师画的箭头 对不对 对吧 说老师那你画个大点的牙 我画了啊 这是个牙 这是缺隙 我画了箭头 对吧 因为他说了像缺隙相反嘛 相反这个方向 老师告诉过我 像哪儿清新哪儿大 我画的观测线 对不对 这侧是不是大 是不是大 好了 你再听我说下一个知识点了啊 别跑神 如果你不看答案 如果按我们说的 A侧大 A侧我说了 你不能乱说他 他是什么 他是缺隙 这侧 是不是叫远离缺隙侧 所以如果不看答案 是不是应该远缺隙侧 A导大 我再随后说一遍 这是基亚 这是缺隙 他像缺隙相反 听懂了 这个懂啊 来老师坏了观测线 对不对 嗯 对 A和B哪侧导大 A A按照我教学的时候跟你说的 A他叫远缺隙侧 B叫近缺隙侧 回头找答案 没有 就是这道题按照书上 按照我们讲的是吧 远缺隙侧 A大 但是他没有这个答案 没有这个答案 说明这道题 他又给你延伸了一下 来 抬头再看 看我画 这是几 五 这是缺隙 那我问你五的前面是几 你听课 五的前面是不是四 那么按照牙来说 按照郝老师的牙来说 你告诉我 A侧如果不是缺隙 远缺隙侧 他是不是这个牙的尽忠 能听懂吗 所以这道题选的是A 能听懂是极佳的 老师不行 不行 我说了 你回看 可以吗 然后见面的时候 咱们再沟图一下 或者你卡到哪了 你再说 你听两遍 听三遍 我说的每一个步骤 都分解过了 来 我做第二题 不懂 所以 好说 那我也不讲了 不讲了 所以那道题你听好 就第一题是观测线的顶了 就观测线考到那个层次 已经到极致了 没关系 不懂才好 不懂这钱花的才值 好嘞 看第二题 关于固定条 特点的描述 错误的事 慢点做 我说一下 就一下就能打出打 你真的慢点 你让他们想一想 要不然就像有乐学员说 你给的全评 刚才说不会全评的 你给的全评 你看不着他们 你遮着点他们 来 这道题 这道题我出完了 我有点后悔了 我现在在这看这道题 跟你们同时看 我有点后悔了 但是你们竟然给我打住两个答案 这道题我出过 我说过 这道题错误的是A 那我先问大家第一个问题 来 我现在没有讲第四单元 对吧 我没有说他是不定向选择 说老师那天你不说了一道不定向题吗 还是我先说他的最佳选项 你总的给我选一个是吗 那我问你A和E选谁 我再说一下这道题的意思 说A和E 现在是单选 要最佳选项 A和E选谁 啊 就结了吗 这个东西 我当时我记得 我是不是这样说的 你听啊 我说固定桥 它的一个生理基础 是亚洲模的面积 就是我得看亚洲模的面积 双 比如说双弹固定桥 两极亚洲面积 是不是大于会等于确实亚 是这样啊 那我问你 他A怎么说的 他说鸡牙的数量 就是你到底选哪颗牙做鸡牙 选几颗牙 选哪颗牙 是由缺细间细大小决定的 那不行 举个什么例子 你听啊 比如说这还是 老六缺了 行吗 六缺了 是吗 缺的少吧 说那我用五合七带呗 那肯定没问题 缺一个用两牙带 但是如果现在告诉你 五合七的牙中面积 由于各种原因 没有那么多了 牙草口吸收 牙中面积是不是小了 小了 我告诉你 就算两颗牙有用 没有 所以A是肯定不对的 那这样的话 咱们说一下B 说一下E 你听啊 说他 是不跟我说了吗 你说合面 他要考虑临牙 考虑对合牙 他是不能够完全按照解剖形态 恢复的 但是我问你 当对合可以的时候 我正确恢复他 合面的解剖形态 又有什么问题呢 能听的话 说老师你这叫降 我这不叫降 就这样的题多着呢 这道题就应该是选A 就是你说 合面的解剖形态 他看在哪个选项中出 他要有一个比他更不对的 那他就不对 要没有那个答案 那他反而 他就对 如果没有一个更正确的答案 那他就不对 你这个东西要反复去酝酿这个东西 所以可不可以 可以正确 说老师那对合要伸长磨毫呢 那你就不 不恢复他解剖的位置吗 是吧 所以这道题选择 咱们再往后走啊 听好 我不会留恋题 我讲的会比较清晰 但是我不会反复重复啊 咱们尽量让大家早点休息 再来啊 1212确实正确 1212确实 啊对嘛 是吧 1212确实还能用俩3的 是吧 亚洲面积不够 看这道题啊 好 增加了 哎呀 我跟你说到没到 没到 那人家原来有一个 首先这个数字是几 是三是吗 他既然是三 那我问大家 是不是只能是27 这一块能力解释 是吧 到了才是到了 到几世纪 是吧 是27 好了 那咱们看嘛 什么度 厚度 厚度与变形量什么比 反比 就是你大了 我小了 你小了 我大了 现在我问你增没增加 增加了 变形量应该怎么样 小了 我跟大家说过 原来假如说是一个1 那现在比他还小 那肯定是几分之几 所以这道题选的B 都对是吧 那我就不讲了 我就过了啊 看第四题 哪种固定桥 一端涕压所受的合力 是另一端的两倍 对 三的立方啊 就是你分解去看 你先想 勒 三 再想三的立方 27 然后再看厚度 反比 不是27 就27分之一 但是厚度怎么了 大了 变形量呢 小了 比谁小 比越来小 哎呀 我真觉得我现在越来越墨迹 谁呀 谁是一端是 其他的 那就是半固定桥嘛 有一个什么作用 叫应力中端的作用 是吧 所以活动端的收力比固定端要 小 老师我没见到书上说的是二倍 那他出题是这么出 他这个题目的方向是很强的啊 嗯 应力中断啊 好了 看五道第七题 我大概还有八九道题 还有八九道题啊 咱们看一下 说对固定一尺借牙周 谁跟牙周有关呢 周面是吧 嗯 谁跟曲节有关呢 和面 谁跟顾位有关呢 牙冠的形态 是吧 牙冠的高度啊 牙冠的形态 选的是ECA 会吧 一个是轴面 一个是 和面啊 一个是 牙冠的形态 那这个我就不讲了 我只靠大家 他这个方向在这 你看是吧 哎 和面 轴面 所以我们在讲的时候 我提醒大家一句 桥体的这些 什么 走面啊 鸡牙的一个情况啊 都非常的重要啊 就你要知道 他大的方向 这道题考点是很简单 但是里面复杂的东西多 比如说我跟大家说 和面 恢复原来的大小是多少 是吧 然后和面 如果单段固定条 要减去多少 多讲过啊 好 我们继续往下做啊 看第八题 关于牙裂缺准 可是分类的 叙速正确的事 这道题挺好 是吧 快吗 不快呀 我慢点啊 我觉得还行 我慢一点 我慢点 我假如说没看完题呢 我慢点说 看第四题 关于牙裂缺损分类 哪个是正确的 那我来说一说 我把每个答案都讲一讲 这道题你们选的很好 是吧 首先肯一是双游 所以他说单游是不对的 双游啊 一是双游 这可不能计划 二呢 二类是单游 是吧 那你看他第二类 他说单侧缺隙前后均有积牙的 那是啃几 啃三吗 能听到这两句话 是吧 A和B我说完了 行吗 来再说啊 说C第三类为牙工前部不越过中线的连续缺压 三类其实不分前后 三类叫什么侧 叫单侧 是吧 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说老师 你给我举个三的例子 第三个答案的例子 你听到我现在说 比如说这是一 就二没了 这三 这个是不是就属于牙工前部的 不超过中线的缺压 说老师连续 那这是四 这是二三 但是反过来说 这要缺个五呢 这要有个六呢 那这是后面的 难道就是不是三类 是吧 所以三类我们是这样说的 来看这儿 叫牙工的单侧 四类就说的非常好了 首先四类越过什么 中线 前部的单个缺压间隙 说老师啥叫单个缺压间隙 咱们讲课当中 师傅说了一个东西 叫什么类 什么类 五雅类 想起没 没有雅类 什么叫没有雅类呀 没有雅类就一个空 是吧 我把这个说 你看这儿啊 这确实是吧 假如说这是四 这是五 这是我前雅的越过中线了 是不是越过中线的 确实 它只有一个空 就叫一个间隙 说大家老师我不服 我这就没个七 没个七的话 如果是游离端的话 那么它就是肯实的二类 是吧 单游吗 它是二类 说老师那前面呢 前面就算雅类 所以叫二类 一雅类 听懂哈 真好啊 我一就不再解释了啊 他说 他说第二摩牙缺失 即使不修复应该纳入 记住修复才算 是吗 不修复我就不算分类 可以啊 可以来看第九课啊 黏膜支持室意识的设计要点是什么 哎呀你们这快呀 要这要题我就出过是吧 来我问大家 黏膜支持室 这要题选的对啊 黏膜支持室 是不是没有核之托 没有哈 牙受不受力 不受力 真好 不受力是吧 谁受力 黏膜受力 对吗 那么当黏膜受力的时候 你黏膜叫啥 黏膜和牙草挤 牙草挤叫什么主持 不就是支持主持吗 是吧 所以说为什么不选A呀 我刚才刚说完呢 没有核之托牙不受力 说减少 那应该啥 应该扩图 说增加 哎呀 应该降低 说磁呀 哎呀 减少黏膜的负担 高老师用什么呀 塑料牙 然后在讲课当中 你强调过 硬指塑料牙 就是塑料牙 是吧 可以吗 可以 就塑料牙就行 好了 我们看第十题 可以不错 看第十题 你这道题 我讲课的时候 错过一次 我又出了一遍 就你们答着这个网速啊 就好像我们在现场一样 就特别快 应该 我估计这道题出了 你都没看选项 你就没看其他的 你就选出来 那是真会啊 三笔卡环中谁 卡环体 是不是啊 嗯 这道题 你说 我感谢出不同选项的学员啊 我为人还说 老师你看答错 你还那样 你笑我 我不是笑你 我就说明咱讲课有效果 为啥 就是这块容易错 咱们才说的 你看好啊 首先告大老师叫什么体 什么体 卡环体 什么卡环体 卡环体呢 在飞岛区 这是卡币尖 这是卡环币 这是卡环体 是吧 卡环体一钻连着谁 和支托 它就有支持作用 那现在问题就问 老师就问你 支持 哎 支持是防止什么 是和 还是银 就是这个牙上 你看啊 这个牙上 有个和支托 是不是他一受力的时候 能防止 哎 你看 是不是往银向走 所以卡环体 因为连着和支托 它就有支持的作用 但是我只能跟你说 这支持很微弱 为什么 因为只有垂直向的支持作用 才好 你这个卡环体 它是在侧向 侧向的支持力是很小 是吧 比如说你抬着一个东西 你从它的中央 从它的正下方 抬着它 那支持多大呀 那你把一个角 你的侧向的支持很小 是吧 所以这道题 咱们选的是防止向 什么向 银向 是吧 银向和侧向 所以这道题选第三个 尖是和项 对对对 卡币尖 应该这么说啊 卡币尖是 顾位的作用 对吗 顾位是防止什么向 顾位是防止和项 往上走 掉了 是不是 卡币尖是顾位的啊 好了 我们再看十一题 这速度还行不 能跟上啊 你就别想着第一题了 我说了第一题 你看回放 然后你拿出小本小笔 先把我说的记下来 然后记下来再画图 再来两遍啊 那道题确实难度高着呢 说肚子要穿儿型卡环 是吧 我们说穿儿可以有两个 和之拖 也可以有一个 是吧 它穿儿型卡环 一般用于孤立的 远中孤立的牙 是吧 前面没有牙 所以说他问你用的什么 和之拖 远中和之拖的作物 你看啊 这个牙是否倾斜的 近中和之拖 可以恢复咬合吧 远中和之拖 就防止积牙的倾斜 会吗这道题啊 对 会远中啊 好了 我们往下走啊 往下走 看一下 十二题 我们就用一些题来带一些点 看看大的方向有没有问题 嗯 对嘛 你独独提你在学 是吧 看一下 RPI卡环组 优点是 不是 不是他的优点 就说的不对的 你们咋能自选呢 咋能自选呢 不是你们在想啥 不是 就是你们怎么都 哎呦 我的苍天和大地啊 我这道题 我告诉你 我这道题都没想放上来 我都想删了 我觉得这道题 我就怕你们都作对 觉得讲起来没劲 你们这个热闹 小哎呀 平浪 别干这写了 哎呀 你地方说一句啊 你看啊 我们以我们一个个来说 咱就先说地的事 行吧 你呀 听地的事 我问大家 这是牙 这是林面 我现在牙上背一个倒平面 能理解啊 倒平面上做一个远中林面板 是不是这句话 自己说的是林面板 这句话听懂啊 再听第二句话 回去补课啊 所有的卡关都要补 不是补这么一个事 这是挨杆吧 夹策 这是镜中合制托吧 这叫远中林面板吧 现在我先问你第一句话 对策有没有 你们弄的 我就觉得这道题 我出的不对 你看这挨杆对面 有没有卡环 有没有 有没有对抗币 马连卡环都没有 哪来的对抗币啊 所以我把林面板 转向什么 舌策嘛 林面板转向舌策 桌面角嘛 那不就起到了一个 林面板起到了 舌策对抗币的作用吗 然后我当时又说了 这么一句话呀 哎呦我的祖宗们呢 镜中合制托 在这吧 然后这块有个小连接体 它和远中林面板 转向I杆的部分 这不形成三主主力吗 从选I这道题选啥 I这道题选A呀 你看啊 镜中合制托 可以防止向远中移位 真能理解吧 镜中合制托在这呢 这不小连接体就在这吗 是吧 另外一个你看 I杆接受面积小 我这个不用选吧 来你读读A呗 他说游离端 鸡脱下组织 受力减小 作用力接近垂直 我说了多少遍 来来来 我来说啊 我说这么告诉大家 我说啊 你听好这块就好错 我这么说 我说 镜中合制托 虽然减少了 鸡牙的受力 但是使牙草挤的受力均匀 但是牙草挤的受力增加 来读 游离端 鸡脱下组织 啥叫 鸡脱下组织 我天 鸡脱下组织是大饼啊 鸡脱下的组织不就牙草挤吗 牙草挤的受力是增加的 只是说作用力接近什么 垂直 对吧 哎呀呀 你们高手啊 弄得八道不敢讲 那么游离端 那游离端 鸡脱下的组织 那不是牙草挤能啥呀 那不能是饼啊 妈呀 还豆腐脑呢 是不是牙草挤 受力是增加 作用力较垂直 牙草挤 只能说明受力是均匀 好 好 你再没懂你 我回去补课 你回去补课 这没啥难的 就是这句话 来 我重说一遍 你听好啊 所有人 所有人 你听好 我是不是这样说的 听啊 近中和之托 减少了 鸡牙的受力 你先说这句话 有印象吧 好 再听啊 近中和之托 增加了 牙草挤的负担 为什么 我们说力量都是 你鸡牙受力小了 你必然要 力量要传递出去的 牙草挤受力大了 对吧 但是因为它 在支点的两侧 所以牙草挤的受力 牙草挤的受力 来说话 自己张嘴说 均匀了 就这句话 别说懂没懂 整个别说懂没懂 这句话 是不是咱都说了 好多次了 是吗 所以你要回去 再看一下课架 修学坦诚的说 没有三面课架 特别是 咱们年龄还大了 然后记忆力再不好 再加上修复这么绕 没有三面课架 真的听不懂 没关系 慢慢来 看13体 妈呀 你这是 看 也就对两刀 嗯 对对对对 受力是均匀的 但是受力增加了 记忆力增加了 好 看13体 说有关混合支持 是错误的事 这道题我也觉得 出的有点简单了 你们试试吧 挺回放是吧 就是嘛 嗯 有学生 我看到大家说 说都跟不上课了 是吧 听得也挺累的 是吧 那我问你 你还 你还睡点觉了 哎呀 四点半就起床吧 是不是这个概念 白天上班 晚上听直播 哪有时间 那就早晨嘛 老师四点半起床 我就困 那你就早点睡嘛 你听完课 你再刷会抖音 十二点十分了 你可不能早起嘛 好了 看这道题 你呀 是不是简单了 我也觉得简单 混合支持 你不是适合于 所有的牙裂缺失 你只能适合于 牙裂缺失 是吧 为什么呀 混合支持有什么 有合之拖 你牙不好 不能用合之拖吗 不能用 是吧 来 顾位主要靠的是什么 卡环 那我问大家 卡环是什么力 那是摩擦力 对吧 说除了摩擦力之外 寄托如果到了软主值的位置 是不是还能产生 大气压力 所以他说还能依靠 产生的封闭作用 咀嚼力就有 黏膜和积压两者 因为混合嘛 临床上比较常用 对吧 这道题选C 这道题选C 会啊 这个会 好 来 再来 看14 那个部分是可摘 是吗 是 是 是可摘 你问的哪块 你是不是想问的 就是刚才那道题 上哪去看什么 刚才那道题是卡环吗 上卡环 API卡环组去看 好 看14题 这道题就是 确定垂直距离 常用的方法 就是吸止和间隙法 其实其实要叫 吸止和卫法 都可以 是吧 都可以 呃 面部二等分呢 面部观察法呀 这是什么 确定垂直的 对吧 但是像哥特施工啊 卷舌后填法呀 这两个方法 反而是确定什么 确定 水平的 所以我们 仍然是在强调 就是你一定要分清 垂直和水平 是不是这个道理 那人家这道题改了 人家这么说 说不说常用 人家说哪些方法 他不说常用 哪些方法 面部观察法 面部等分法 和吸止和间隙法 是不是这三个都是 是吧 没口误吧 没口误啊 没口误 嗯 面部我说老师呢 我记得书上 人家还有三等分呢 哎呀 二等分都不准 比底到科底和 蜿蜒指到口角都不准 三等分中法际 更不准 就是 二等分没有问题啊 好 这道题选的是D 是吧 选D啊 来看15T 15T我是想删的 但是因为我这个东西 我讲了 我就 我就想看一看 准确率能不能 百分之百 是吧 他们也总说我 大伙 你怎么对学生 要求那么严呢 哎呀 我说我对他们 要不严点 他们对自己 就更不严了 就我要求 就必须罪 就罪不行 不是说可商量的余地 付出那么多 是吧 那就结果不好 那不可以啊 哎呀 我天 小题选出来 就是嘛 你看啊 垂直距离 我讲定义了吧 我这样说的 你要想说 比底到科底的距离 其实我们量的时候 是比到科底 你得有两个关系 第一个关系 叫天然雅烈 第二个是成正宗合胃的时候 是不是这么讲的 所以有些人 直接就说 比底到科底距离 那是你量的 是西纸合胃时的 比底到科底距离 减去多少 减去二到三 是不是道理啊 你要想直接说 西纸合胃 那不行 你想说 比底到科底 你就不减二到三 我说了 你不能说西纸合胃 你要说天然雅烈 处于什么合胃 正宗合胃的时候 就你咬牙 咬牙 咬上的时候 是吧 嗯 好的啊 我们再看十六题 这道题是我忘删了 就我想出的是十七题 你们先做十六题啊 好 好 那我讲一讲 好 因为这道题很基础 首先 来 什么合 前身合 前身合 是不是去找那五个因素 可切不定 尖 很好啊 再听 这第一步啊 第二步就是前牙接触 后牙不接触 我说让你有个概念 就是你看前牙或者看后牙 因为我给你倒过了 说只看前牙 反正说老师 我两个都想看 一个天哪 你这 够那啥 咱们看前牙 我说前牙跟哪个因素有关 切到切都吗 这好记吗 是吧 切嘛 切切切 是切圆运动的轨迹 切到 是吧 嗯 好 那么接不接触 接触 接触就说明我够到他了 我为什么够到他了 我又高又大 我才能够到他 所以切到切都大没大 大 所以通过这个我们知道 前身的时候 刻切不定间 前牙接触 我去找切 既然接触了 切到切都大 可以减少 说如果不减少他呢 那他本身就大了 切就属于天平这侧的 是吧 那么补定间呢 补定间也增大 这道题都没有那个 就直接选吧 你大了我就怎么样 减少 是吧 那可以把地改了吧 增大补上去 可不可以 可以 增大牙间切度 可不可以 可以 那这道题多好 你都能改题 我要的不是他 我是梅山 我要的是十七题 开始了 看十七题 答案出来不重要 你得给我解释 看十七题啊 你能看见答案了吗 我就问我总结 你们看见了 是吧 那我讲讲吧 行吧 我讲讲啊 好 我开始了啊 首先我们第一句话 是排牙的时候 发现后牙的补偿曲线小了 这是干嘛呢 这是 我问大家 一说到补 就会想到一个问题 跟后牙有关 第二个问题想 哎呀 我终于会的那个什么了 五因素实定率了吗 现在我问大家 挺好啊 你看啊 他给这个词 后牙补偿曲线小了 你反着倒 我要的是这个啊 明白 这样又选错了 你看 我来讲 后牙咱反着倒 我现在问你啊 补偿曲线小没小 小了吧 本来补偿曲线跟后牙有关 补偿曲线小了 我问你 小了之后来 小了之后 我问你后牙接不接触 A接触 B不接触 来说这两个事情 那再说一遍啊 补偿曲线小没小 小了 补偿曲线跟谁有关 后牙 现在我都小了 你说我接没接触 啊 我就没接触是吧 那好了 再走 听老师问你 前牙接没接触 听啊 一点让前牙现在接没接触 后牙没接触 前牙接没接触 啊 真好 前牙必须接触 我是不是讲个书说过 我说你别给我整那个事 你别跟我说前后牙 我都不接触 你跟这台杠们一样 所谓平衡和人家 全口意识指的是 要不然就前牙接触 后牙不接触 要不然就后牙接触 前牙不接触 是不是这个概念 说老师呢 我就导出来了吗 就是此时此刻 带入患者嘴里什么情况 叫前牙接触 后牙不接触 那你自己想嘛 往前一伸 前牙接触 后牙不接触 那前牙就什么一个指点 把后面都翘起来了嘛 所以这道题选 比 你看我要的是这道题 听懂没 这道题是比 临床上 这道题是临床上的一个应用 刚才说的那道题是 大家基本上听过课的人都会的 能听懂吗 再来一遍啊 补偿局限小没小 小 来导出第一句话 我写完你不应截图吧 后牙说明怎么样 不接触 这句话的话 后牙不接触 好了再听 说因为他是全口一尺 所以不接触 谁说我导出一个东西 前后都不接触 那不是那东西 他要平衡 后牙不接触 说明此时此刻谁接触 前牙接触 然后你就想带入患者嘴里面 前牙接触 后面不接触 那后面就破坏了边缘封闭 后面就什么 后面就翘起来了 所以我们为什么跟大家说 听课听课听课 一定要好好听 是吧 所以你会发现在职业的时候 最先上课的是谁 是赵老师 为什么 他这些让你们把这个时期 最艰难的时期过去 是吧 说为啥主治我们就可以没有那课 哎呀 主治骂就骂吧 反正我们几个老师脸皮 所以如果职业上万人同时听课的话 大家基础都很不一样 你第一次你不让赵老师 是吧 压着点你们 我天哪 那不反了 天哪 天天就听不懂听不懂 第一遍就是这样 是吧 你听完赵老师讲的 你第二遍再听 你就好多了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开玩笑 是吧 有人说说 哎呀 我听A老师听懂了 B老师没听懂 你别开玩笑了 你听A老师听懂了 然后你回头听 B老师没听懂 说明A老师的你没听透 听懂吗 没听透 来我们借着做题看18题 全口意识排牙后 事代前在 这道题漂亮 做 做这道题 你这道题不能出俩答案啊 我都说了不能出俩答案 还瞎选 是吧 你也选B 人家说不正确的 不正确的 这不对啊 小提音都 就是地嘛 大家记不记得 我咋说的 我说前牙前覆盖前覆盒 而且正中和的 正中和牙间交错和的时候 正常要和的时候 前牙不接触 是不是 说老师我就接触了 轻接触可以 但是你不能说 上下和前后牙都有紧密的接触 不接触可以吗 可以 因为这样的话 你在前身的时候 你的干扰性就会很小 是吧 所以前牙前覆盖前覆盒 前牙在休息的时候 可以不接触 后牙的时候 要正常的覆盖和覆盒 后牙的时候 要有非常好的减膜 相对的稳定的接触的关系 这道题就 没有什么特别讲了 是吧 你当然要平衡盒了 他指的这个东西是 平衡盒的概念 还有呢 还有咱们再做一个啊 嗯 最紧密就是错的 是吧 不能紧密 好看19题 多有意思的修复啊 是吗 翻过来倒过去 说 那真是听懂了 可作不对题 确实挺折磨人啊 他说 咀嚼的时候 一尺干嘛呀 咀嚼的时候 一尺干嘛 一尺一位了 是吧 啥叫一尺一位呀 要不是就是上和往 上和往前走 往后走 下和往前走 或往后走 是吧 就一位嘛 能懂这意思啊 简单和谓关系正确 但是呢 正中咬和的时候 他正正咬的时候 怎么了 上和向哪 向前 嗯 那既然都行 那我就 我就 我就 我就很 很高兴啊 这个题 你看啥意思哈 你告诉我 上和是不是向前了 你都不用想那么复杂 你告诉我啊 上和现在向前了 大家老师说 上和你可以把它 想成一个球 能理解吧 哈 你把上和想成个球 他要向前 是不是就是往近中滑 这句话能懂吧 向前是不是近中 那就说明 现在老师这个坡 得这么滑 你看这样一个斜坡 上面有个球 他不就往下滑了吗 我这么滑什么意思 我这么滑 这是下和的和平面吗 你看 下和和平面怎么了 这个和平面怎么了 前面怎么了 哎 低了 怎么了 高了 上和就像打滑梯一样 呜 滑下去了 所以上和向前一动 这个题是反推回去的 能懂吗 他是反推的 他也可以这样说 他说和平面 老师为什么说下和 因为你垂直距离咬的时候 我不把下和烫乱了 是吧 下和决定他的高度吗 和平面 你看啊 他如果他这么说啊 我出一道啊 我再出一道 嗯 我这么说啊 我说和平面 前 高 后 低 下和 往哪儿走 来 告诉老师 我咱 我怎么教你的 我说倒不了下和 先倒上和嘛 上和 滑下去了 上和是不是向后 那下和就向前吗 这道题还得选 向前是吧 就向前 哎呀 想后你咋讲的啊 是不是向前 你看我再来一遍啊 最后一遍啊 下和和平面 前高 后 低 如果大家老师问上和 向后 那下和就得对过来吗 那咱俩一起往后吗 是吗 我就往前被你推的啊 所以这道题是向前 哎呀 还有一道 二十题啊 这该是最后一道 在拳口一尺出现 咬夹现象 虚魔改善 哎呀 这道题太简单了 你看 蛇就给它去掉了 对吗 我们一直给大家强调 咬夹咬夹 先告诉老师 调什么夹 夹夹 是吧 所以来再来啊 我说你调夹夹 上和 这夹夹 对面有东西吗 没有 就是他连斜面都没有 我夹不到一起 所以这样的话 我就导出来一句话 叫上和肯定是什么夹 夹夹 但是夹写面什么都没有 我调什么写面 蛇写面 所以叫上夹夹 什么写面 蛇写面 那既然上夹夹 蛇写面 那下和肯定是夹夹 那就是什么写面 就是夹写面 会吧 嗯 下夹夹 所以我为什么说没有那么背 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按照顺序一步步去解 所以我们到最后的时候会发现 每个老师大家有的数据说 大老师 你今年和去年讲课的方式各方面不一样了 就是我们会不断的去想一些问题 在你们给我们不断提问题 解决问题的时候 我们给你解决问题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我们应该向五年级的老师去学习 比如说浩然 我们家孩子现在就五年级 他们老师会把每一个步骤进行分解 他们老师会告诉你 来 第一步要写解 所以大老师先告诉你 第一步要夹先给我 告诉我 首先 他都是夹尖 是吗 这个道理 我要告诉你先写解 上下个都是夹尖 然后你再想上和夹尖 夹写面 不能 上和是夹尖舍写面 这样的话你就导出来了 那么这二十道题 我整体认为难度系数算是一个中等 因为在这里面 我们并没有出现大量的什么体 并立体 所以到此为止 我们所有的2020年的口腔组织的修复学 就到这里结束了 在这里面非常感恩大家 感恩各位能够在我们这么漫长的一个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内 能够每天晚上充足时间 愿意坐在电脑之前 愿意把这时光交给大家 能使这样一个过程得到延续 然后给自己一个成长的过程 我们也会特别感谢大家 可能我们到一定时期我们面授的时候 很多学员我也知道是追随着每位老师 到了各自的一个城市当中去 也是把很多的时间归还到我们教室当中 所以我们在那个阶段可能会见到很多肉眼可见的一个成长 学习这个东西应该说算是这个世界上最公平的一个事情了 他总比跟你们单位的领导 跟你们同事尔虞我诈 是不是要容易很多 也比那些看似表面很善良 但是总想给你出出挖坑 总想占便宜那些患者 而你又对他倾注于真心的人 是不是要容易很多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在人生的这样一个特定的阶段 然后给自己足够的动力 也给自己足够的压力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感谢在群里面 包括在直播 包括在面授的时候 你遇到那些强大的对手 是这些对手给了我们足够的压力 也给了我们足够的希望 好了 期待着和各位在面授见 也希望有什么需要修复帮助的 也可以随时在群里发表信息 没有群的去找分校老师 然后解决一下入群的问题 可能沟通的问题 大家不要着急 有问题一起解决 好 谢谢各位 我不知道下面一位老师是谁 所以我也希望各位家人们 能够像支持大家老师一样 支持京洁在主制当中的每一位老师 因为赵老师说过 主制给大家相对来说配备的老师 也是赵老师很信任的一些老师 好了 各位晚安 我们有机会面授见 谢谢大家 多选题是没有可以课表 多选题的课表还没有到我们手里 大概每年是考试前一个月左右 我们开这样课程 下一个谁讲 我没问出来 刚才杨姐也没跟我说 所以肯定不是口内 口内没有排到这个课上 没关系 哪个老师讲都一样 大家入群 我应该是被老师拉到那个群里面了 然后大家可以加一下微信 或者互相推荐一下都可以 对过两天就知道了 好嘞 各位早点休息 怎么还不睡啊 怎么还不睡啊 谢谢大家 RJ 再见 bec N